这是一个人类与魂宠共存的世界 拥有天赋的人可以成为魂宠师 魂宠师可以与魂宠签订魂约 成为主仆关系 魂宠师让魂宠为自己战斗 命令魂宠做任何事情 魂宠师的修行之路永无止境 因为世界之大 所有魂宠师都梦想着收服传说中的各种强大魂宠 而有一个魂宠师 他和他的魂宠们站在了整个世界的巅峰 这就是史上最传奇的魂宠师 楚慕的故事 此时眼魔岛内 一只强横的魂宠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 随着战斗的进行 能量的轰炸席卷整座岛屿 不多时 那只魂宠就被男子召唤出的魂宠给压制在地上 夏广涵望着眼前这头重伤的魂宠忽然开口道 这也不是我想要的 说到这 他忽然打开召唤法真莫然道 我想要的是更加强大 更加特别的存在 就在这时 一名小嘎嘎忽然来到他身后汇报道 夏大人 楚家少爷已经被压入眼魔宫了 随后夏广涵便将那只重伤的魂宠给处决掉 然后果断转身道 差点把这事给忘了 即刻启程 画面一转 某处眼魔岛的眼魔宫内 正不断传出阵阵鞭子挥出的声音 只见一名眼魔宫的侍女正拿着鞭子 不断抽打着眼前的少年 在重重挥出一边后 女子立即怒喝道 好你个楚慕 看我今天边不死你 可接连被抽打的楚慕却一声不吭 满脸怨恨的盯着女子 就在这时 不远处忽然传出一道呐喊 夏大人道 在夏广涵走进来之后 女子连忙恭敬道 报告夏大人 这楚家小子企图逃跑 卑职已执行鞭刑 而夏广涵没作声 竟只走到了楚慕的跟前 随后他猛的一把 按住楚慕的脑袋开口道 小子逃走是没用的 我不管昔日你在楚家是怎样的风光 但是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我也魔宫既然接下了杀你的任务 就一定不会留下你的命 说到这 夏广涵忽然瞥了一眼 身后的侍女开口道 但是负责行刑的是本作 在我动手之前 竟有人敢擅自动手 夺走我的乐趣 话音刚落 小嘎嘎架在侍女身上的刀刃 立即猛然滑下 直接将侍女给当场干掉 随后夏广涵便再次开口道 在这里 每条命都有一个架 而你 杨家不惜献出家族质保 贵求也魔宫出手杀你 你的命比他贵 他死不足惜 楚慕 十五岁 罗家楚家的三子 楚家未来的继承人 因过早和高阶的魂宠签订契约 导致第一魂约和第二魂约被占据 第一魂宠叛逃 沦为罗承的笑柄 说到这 夏广涵忽然眉头一挑 原本你可以躲在父兄的背后 做个纨绔子弟度过一世无成的一生 但是楚家的没落 让你失去了长辈的庇护 一听到这 楚慕再也不能忍了 他不由满脸恼怒道 别再磨叽 要动手就赶紧动手 文言 夏广涵却忽然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表情 我会杀你 但不是现在 随后他就从身上拿出一个盒子开口道 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胆敢和高阶魂宠签订契约 但是不可否认 你虽然愚蠢 但不发勇气 我夏广涵最喜欢折磨有勇无谋的蠢材了 紧接着夏广涵便猛然打开手中的盒子 但笑道 你的这条命 我会让他发挥最后的价值 话音刚落 黑盒子中猛然窜出一股恐怖的气息 团团烟雾迅速朝着楚慕所在的方向涌去 见此情景 哪怕楚慕的心智在坚定 他也不由惊呼出声 这是什么东西 男人竟然帮助少年契约眼魔中的王者白眼魔 就在刚刚 夏广涵为了榨干楚慕最后的一点价值 竟拿出关押着白眼魔的盒子将其释放出来 在释放出盒子中的白眼魔后 夏广涵忽然开口道 魂宠是可以驱使魂宠 命令他们做任何事情 但是有一种魂宠却是例外 眼魔是魂宠中的恶魂宠 是非常特立的存在 他们同样可以与人类签订魂约 为人类战斗 但是他们却拥有吞噬主人灵魂的可怕能力 除非主人的魂力比眼魔强悍 否则就会被眼魔吞噬 说到这 夏广涵忽然露出一抹灵象 一只眼魔的成长 需要吞噬数百人的魂魄为氧量 而你眼前的这个白眼魔 被称为眼魔中的恶魔 它的成长需要成千个尸体做电机 你弱小的灵魂可以成为它的氧量 你应该感到荣幸 不多时 白眼魔就开始将蜂目给紧紧缠绕住 开始缓缓尝试撬开它的嘴巴 见此情景 夏广涵不由但笑一声暗暗在心中得意道 白眼魔一旦进入体内 就可以从外部开启魂约 不过此过程将十分痛苦且无法呼吸 多数人都在这个过程中窒息而亡 或者心脏过在而死 不多时 白眼魔就撑开了蜂目那紧闭的嘴巴 开始迅速往它嘴里涌去 下一刻 白眼魔的躯体就全部从蜂目的嘴中进入到它的体内 夏广涵见状立即抬起手来 直接开启魂约 强行让蜂目和白眼魔签订契约 顿时蜂目就感到一股钻心的痛苦涌上心头 哪怕它精神在坚韧 也忍不住发出阵阵痛苦的惨叫 整个过程整整持续了数分钟 蜂目才停止了痛苦的哀嚎 而小嘎嘎在伸手感应蜂目的心跳后 立即恭敬地汇报道 夏大人 他已经没有心跳了 蜂目已确认死亡 此话一出 小嘎嘎立即就将蜂目身上的束缚解除 而夏广涵则直接转身道 白眼魔回收后将它处理掉 说到这 夏广涵不由露出一抹失望的神色 本以为你能给本座带来惊喜呢 然而就在这时 原本一动不动的蜂目却忽然咳出一口番茄酱 闻声 正准备离开的夏广涵不由脚下一掷 有些不可置信的招蜂目望去 刚刚才确认过蜂目已经没有心跳的小嘎嘎 顿时就骇然起来 这小子居然还活着 而蜂目挣扎的从地上爬起铜石钉的夏广涵 喊冷声道 我还没夺回属于我的一切 我怎么可以就这样屈辱的死去 此话一出 夏广涵也不由一愣 他没想到眼前的少年居然这么坚韧 当即他的嘴角就浮起一抹玩味的笑容 来人 把他押送到眼魔岛 而被蒙上头套的蜂目不禁暗暗嘀咕了起来 他要干什么 他们要带我去哪里 不多时 蜂目就被带到了一处孤岛之上 在一片有着乌云遮蔽的下方 一块方圆约有20公里的岛屿显得格外的特别 在上了岸后 小嘎嘎立即就将蜂目的头套给摘掉 而蜂目望着眼前的景象顿时就猛逼了 这是什么地方 而小嘎嘎却没有搭理他 而是静止转身上船莫然道 自求多福吧 而蜂目望着岛屿最中央那一座笔直的山峰 上面坐落着大大小小的宫殿 他不由面露不安地突出一句 这他们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 再来到了眼魔岛的三天后 蜂目就像是静坐在海牙上的一尊雕像 渺小的身影迎着渺茫汹涌的海洋 海风凛冽袭袭来 灌入他单薄的衣裳之中 扬起了他那有些凌乱的头发 在这座岛屿上渡过了三天 他总算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这个眼魔岛 是眼魔宫培养眼魔的营地 他们四处搜罗少男少女 充当存放眼魔的容器 而蜂目需要源源不断地为体内的眼魔提供魂力 滋养他成长 一旦蜂目的魂力满足不了体内的恶魔 他的灵魂就会被吞噬掉 所以为了活下去 他必须通过考验变得更强大 就在这时 山崖下忽然传来的呼叫声 将他的思绪给打断了 望着底下的几人 蜂目不禁疑惑道 刚刚那是什么声音 只见一名小嘎嘎正纠缠着一个身穿红衣的少女 你就别挣扎了 要不是看你有点姿色 我们才懒得搭理你 周哥看得上你 是你的荣幸 一旁的小嘎嘎立马附和道 谁不知道青眼魔岛上所有的实验机体 周哥是最强的 跟了我们周哥才有活路 给你机会 别不识好歹 就在这时 一个体格比其他少年要撞上不少的男子 忽然走到了女子跟前 然后轻飘地提了提女子的下巴开口道 小妞 跟了我周生莫 在这个残酷的青眼魔岛 我可以护你周全 说到这 周生莫忽然将手指伸入女子的嘴中淡笑道 欲擒故纵的把戏也该玩够了吧 下一秒 女子猛然狠狠地咬住了周生莫的牙齿 顿时周生莫就发出一阵痴疼的吼叫 迅速将手给抽了回来 当即女子就露出一副坚毅的模样大喝道 我宁愿死 也不会对你这种人渣摇尾起怜 此话一出 周生莫顿时就怒了 她立马举起拳头朝着少女杂去同时恼怒道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然而就在这时 一枚石块忽然从天而降 精准地砸在周生莫的头上打断了她的出拳 无缘无故被砸的周生莫顿时就炸开了锅 给我滚出来 可藏身在山崖之上的楚慕却没有理会下面的狗叫 而是静静地开始捡起地上的石块 楚慕之所以会出手 因为少女那不卑不亢且有骨气的表现 赢得了她的认可 而楚慕没有直接射击 她通过山崖峭壁反弹来进行袭击 随后就不断传出咚咚的声响 楚慕所射出的石块 无一落空 全部精准地落到几个的头上 见此情景 少女不由暗暗压抑了起来 那个救了我的人 通过让石头反射的办法 让周生莫找不到她的具体位置 好厉害 被戏耍的周生莫瞬间就怒喝一声 我不管是谁 我会让你后悔惹了我周生莫 一旁的小嘎嘎见状不由咧嘴一笑 周哥要招呼她的魂宠了 那个混蛋死定了 然而就在这时 眼磨岛内却忽然传出一阵响亮的好脚声 周生莫闻声立马就停了下来开口道 是集合的好脚声 算你好运 别让我抓到你 说完 周生莫就带着小嘎嘎 直接转身朝岛内走去 瘫软在地的少女见状不由暗暗庆幸道 得救了 在周生莫走后 少女望着山崖上的人影顿时就愣住了 在仔细打量了一番楚慕的样貌后 她不由心头一惊 救了我的人 是她 随着号角声的响起 眼磨岛叫场内立即就开始热闹起来 只见一群穿着轻衣服式的男子 正拿着鞭子大骂道 不想死就动作快点 你们这群废物 而被打断的周生莫不由面露恼怒道 可恶 等我抓住那个人 我一定要弄死他 而楚慕望着悬挂在半空的鸡腿不由一愣 他不由暗暗嘀咕道 鸡腿 这群职是想做什么 而众人和楚慕的状况差不多 个个都已经饿了好几天 而其中一名小胖子在看到鸡腿后再也忍不住了 连忙朝着鸡腿的位置走去 可他还没走出几步 一记鞭子忽然破空而出 直接将他给当场干掉 见此情景 众人瞬间就清醒了 不由被这残忍的一幕给吓得鬼叫连连 而轻衣执事则拿着鞭子您笑道 我让你们乱动了吗 再不听话 就和他一个下场 而一旁的另一名执事忽然咧嘴一笑道 废物们 接下来我们玩一场饥饿游戏 一百个人 我只提供五十个人的口粮 要想填饱肚子就开始抢吧 说到这 轻衣执事忽然冷笑一声 抢不到的人 我统统都会干掉 眼磨倒 不需要这么多废物 来了来了 男人居然要独自面对一群饥饿的寥廊魂宠 就在刚刚 轻衣执事拿出了五十人份的食物 并宣布了这次饥饿游戏的规则 在执事们宣布游戏开始后 小嘎他们立即就朝着馒头堆和那唯一的鸡腿冲去 然而就在这时 周生莫带着小嘎嘎迅速冲入人群 将唯一的鸡腿夺走堆一岛 这些食物都是我周生莫的 台上的执事件状不由咧嘴一笑道 这小子是叫周生莫吧 体格素质远超其他人 看来这批货也不全是废物 这一期容器培训才三天 他就已经拉拢了小弟 挺能干的吗 可就在这时 一道人影忽然一闪而过 将周生莫手中的鸡腿夺走 望着一闪而过的楚慕 周生莫顿时就怒了 给我把鸡腿放下 你敢动我的鸡腿 我跟你没完 女子在看清来者的面容后 不由呆愣在原地 而小嘎嘎们则纷纷骇然道 他疯了吧 居然敢从那个周生莫嘴里抢食 不要命了呀 可楚慕却不理会周生莫的鬼叫 直接朝着大鸡腿 狠狠咬上一大口 见此情景 小嘎嘎们顿时就看呆了 他居然真的咬下去了 就连台上的执事们 也不禁哈哈大笑了起来 那小子有点意思啊 周生莫见楚慕 根本没把自己放在眼里 顿时就怒了 竟敢当众忤逆我 下一刻 周生莫就命令手下的小嘎嘎 将楚慕给围起来打 楚慕却没有理会小嘎嘎的拳脚 而是先将那只大鸡腿 给光速消灭掉 见楚慕陷入了挨揍的局面 女子顿时就急了 不行 我要去帮他 然而就在这时 被一脚击中腹部的楚慕忽然大喊道 等等 等一下就好 闻声 女子不由停下了脚步 莫非他有什么计策吗 而周生莫闻声 也不禁停下脚步恶然道 想求饶吗 已经晚了 可楚慕却忽然猛地 将嘴中的鸡腿给吞了下去 然后满足地打了个宝格开口道 差点就被打吐了 这鸡腿可不能浪费啊 此话一出 女子顿时就露出一脸呆滞的表情 而周生莫此时已然愤怒到了极点 他现在恨不得就将楚慕给生吞了 台上的执事见此情景 立马就哈哈大笑了起来 有趣 这小子太有趣了 他把骨头都给吞了 既然头奖已经被摘下 那么真正的游戏可以开始了 紧接着执事们就开始抿动嘴唇 吟唱起晦涩的皱纹 顿时他们的周围就奇异地显现出一个个光亮符号 符号就像文字一样 迅速汇聚在地面上映射出一个紫色的法阵 下一秒 法阵猛然闪烁起了一道绚绿无比的光幕 陡然间 一声令人心悸的狼嚎猛然响起 一头巨狼迅速从法阵中出现 营地之内出现的赫然是有名的掠食者寥狼 是一种以尖锐恐怖的獠牙著称的凶残魂丑 见此情景 底下的小嘎嘎们顿时就吓尿了 面对如此恐怖的魂丑 他们深知自己是不可能抵抗得住的 职士们见状立马就发出振振得意的笑声 这些狼狼 我们特意饿了七天 为了食物 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攻击任何他们能够对付的生物 直到将其杀死为止 说到这 其中一名职士忽然开口道 今天是身体素质的训练 你们要自己面对凶残的魂丑 我们只会留下50个在这里进行接下去的训练 这就意味着你们会有一半的人在今天这个测试上死去 随后其余职士也纷纷开始召唤疗狼同时大笑道 好好享受这种死亡的快乐吧 生与死之间锤炼出来的人 才有资格进入我们眼魔店 话音刚落 一股凶兽的腥风瞬间席卷整个试炼场 疗狼们立即开始朝着少年们所在的位置扑去 疗狼这种极其可怕的生物 对付这些手无腹肌之力的少年简直一如反掌 在试炼开始还没多久 就已经开始出现丧生者了 炸了炸了 眼魔倒的死亡游戏终于开始了 在饥饿的疗狼群开始劣势后 立刻就干掉了一群少年 哭喊之声与狼嚎顿时想成一片 哪怕成年魂宠师都很难在没有魂宠的情况下单独对付一只疗狼 更不用说是这些手无寸铁的少年们 望着这场残酷的杀怒盛宴 三明清一直是却露出丧心病狂的笑容 楚慕望着狼群不禁暗暗思索起来 还在家族的时候我就已经通过各种方式了解魂宠了 按照眼前这些疗狼的毛色和高度来判断 大致已经成长到了八阶 八阶的疗狼绝对不亚于一个拿着大砍刀的强壮成年人 要活下去绝对不是要硬碰硬战胜这些疗狼 而是应该想办法尽量让自己躲开疗狼的攻击 直到有五十个孩子先被干掉为止 所以我要尽可能躲避来拖延时间 可就在这时 一只大脚忽然从一旁飞出 直接轰击在楚慕的腹部之上 在将楚慕踢向疗狼之后 周生莫立马大喝道 敢和我作对 去死吧 前击周生莫就迅速转身 临走前他还不忘露出一副得意洋洋的笑容 而此时楚慕因为这一脚 直接就被撩狼给一脚牢牢地按在地上 当即楚慕就连忙狠狠地将狼腿推开 同时按骂道 周生莫你这混蛋 可撩狼的反应很快 还没等楚慕起身 他的血盆大嘴就迅速咬了下来 而楚慕只好伸手死死地抵住那张狼子 然而就在这时 周围的撩狼在看到楚慕这头到嘴的羔羊 莲芒朝着他围了上来 就在楚慕以为自己就要凉了之际 听雨忽然拿起棍子狠狠地敲在了撩狼的头颅之上 将他的撕咬硬生生打断了 可听雨的力道还是太弱了 眨眼间 撩狼就猛然转头愤怒地盯着他 随后撩狼就迅速挥出一剂狼爪 迅猛地拍击向听雨 听雨见状莲芒抬手护住要害 可却被恐怖的力道给一爪子拍飞 望着砸在墙上的听雨 周生莫不由暗暗震惊起来 怎么搞的 听雨居然帮一个素不相识的奴隶 可下一秒 周生莫就猛地灵光一闪 难不成 今天袭击我就吓他的就是这个楚慕吗 而楚慕此时望着不断朝自己逼近的撩狼 他不由在心中怒吼道 我不要这样死 不要 我要活下去 我要活下去 至少不能死在他们手上 我还有未完成的事情 我要力量 我愿意付出一切 我要变强 让所有伤害我的人付出代价 顿时楚慕体内的白眼膜就开始释放出恐怖的白眼 迅速为楚慕输送能量 而正在奋力抵抗撩狼狼的楚慕 立马就被这股孤如其来的能量给弄得发出阵阵嚎叫 紧接着他猛地将狼狼给高高举起 同时释放出炙热无比的恐怖白眼将狼狼给燃烧了起来 望着楚慕这番惊人的表现 清一直视不由惊呼出声 他竟然把狼狼王给杀了 而周生莫也不禁看傻了眼 他居然这么强的吗 此时楚慕身上所散发出的恐怖气势已然弥漫全场 一些普通的狼狼根本就不敢再靠近他分毫 见此情景 为首的直视不由眼膜为命命令道 去清点一下存活人数 在检查过后 小嘎嘎连忙汇报道 正好剩下50个活口 随后为首的直视便直接转身道 狼狼收了吧 测试结束 而场内的少年们望着楚慕身上的白眼不由骇然道 他身上的白色妖火是什么 为什么他突然变强了 而那些识惑的直视忽然咧嘴笑道 如果没猜错的话 他身上寄生的眼膜正是白眼膜 原来夏大人送过来的容器就是他 闻生 周身莫不由瞳孔一缩 白眼膜 为什么这么高级的眼膜会寄生在他身上 我们这里不是轻眼膜的训练营吗 与此同时 楚慕忽然感觉到一阵钻心的痛苦 脚下呼得一软直接跪倒在地 感受着体内不断消失的魂力 楚慕不由紧咬牙关道 不对 不是心脏痛 是白眼膜在吞噬我的魂力 仅仅片刻功夫 楚慕身上的白眼就消失殆尽 他也因此昏了过去 话面一转 夏广涵的宫殿内 为首的轻一直视正恭敬的汇报道 楚慕在催动了白眼膜的力量后 他就晕厥了过去 事情就是这样 闻言 夏广涵不由微微诧异道 你说楚慕能催动眼膜的力量吗 他体内的白眼膜如今几节了 轻一直视连忙回答道 大人 刚刚升上了二阶 夏广涵不由分析道 看来他为了在测试中活命 透支了魂力 逼迫白眼膜出手保护他 可惜这个招式只能用一次 而且因为魂力超支 接下来白眼膜很快就会升到第三阶 此话一出 底下的直视不由骇然道 第三阶 白眼膜的第三阶 所需的魂力 可是第二阶的数十倍啊 绝不是这小子能提供的 而夏广涵的眼膜中 忽然闪过一次残忍 看来 很快就要为白眼膜寻找其他机体了 来了来了 幸存者终于要开始寻找 并且契约各自的魂宠了 在结束了第一场试炼后 直视忽然咧嘴笑道 别一副要死的样子啊 乖孩子 把这五十句失败者丢到海里去 话音刚落 小嘎嘎们便开始满脸不情愿地 开始当起了搬运工 而周胜莫则有些恼怒道 我们不是只要训练就好了吗 这种活也让我们干 而听语此时不断地发出呜呜的哭声 这场试炼显然将他吓得不轻 而楚慕则麻利地开始干活 同时提醒道 别哭了 留点力气 还不知道那些人要怎么折腾我们 不多时 楚慕便和听语抬着失败者来到海边 同时开口道 丢远一点 就当作是海葬了 给他留点体面吧 待众人将试炼场清理干净后 执事便再次开口道 都清理完了 很好 其中一名执事在看到听语后部有打击道 你看看你 这么伤心做什么 就因为这些人死了 你们才能活呀 这可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过家家游戏 而一名年长的执事忽然打断道 好了都安静 从明天开始 你们将可以在这个岛内自由活动 这个岛内有不少适合你们的魂宠 你们自己选择 你们要与他们签订魂约 然后在这个岛内训练他们 继续演魔训练 至于其他人 全都扔到海里为猎杀 而直视则面露疯狂提醒道 当然 你们最好别忽视了你们身体内的那个魔鬼 不快速提升你们自己的魂力 就会变成可怜的食物 滚回去你们的窝里去吧 为你们成功的活下来感到庆幸吧 只可惜 明天你们又要面临新的死亡挑战 另外 我再给你们一个忠告 不要进入内岛区域 那里对你们来说就是死亡地带 在离开了试炼场后 楚慕不由疼的呲牙咧嘴的喃喃道 背上因为躲避疗狼 擦伤得很严重 得赶快治疗 要是发脓了就糟了 然而就在这时 一盆冰冷无比的海水忽然朝着他泼洒而来 随后周生莫就满脸讥讽地笑道 真是好运啊你 这样都没有死 其实啊 在营地里的那一角 我是在帮你 不然你得承受灵魂被白眼魔吞噬的痛 说完 周生莫便带着小嘎嘎离开道 小的慢 咱们走 让这位小哥等死吧 哈哈 而楚慕在进入房子后便暗暗在心中发誓 周生莫 我迟早要亲手干掉你 随后楚慕便马里地将身上的衣服脱出 可他却剁不到自己的伤口 就在这时 听雨忽然来到屋内窃声声道 我来帮你吧 文声 楚慕顿时一个机灵 是你啊 你怎么在这里 而听雨则没好气道 我被分配到这间屋子 以后我们就是室友了 我帮你涂上马 为了早点治好伤口 楚慕便点了点头 他不禁暗暗警惕起来 三个月后只能活十个人 不能掉以轻心 这个女孩看似柔弱 若是他还留一手的话 为了减少竞争 很可能趁机干掉我 而听雨一边帮楚慕涂抹药膏 一边开口道 我叫听雨 在海边是你帮了我吧 谢谢你 楚慕文言却头也不回地硬道 我只是顺手打了几只苍蝇把 再说 你也帮了我 一笔勾销吧 在处理完伤口后 听雨忽然有些黯然道 我的青眼膜成长很快 在十天后就可能成长为第三阶 我担心我的魂力不够供养他 自己的灵魂会被他吞掉 楚慕则麻利的开始穿上衣服严肃道 努力吧 不想死的话 他不由在心中暗岛 在这个岛屿上的实验体 大概所有人的眼膜都在第二阶左右 眼膜每提升一阶 食量就会增大 若是不及时提升魂力 宫体会因为自身魂力不足供养眼膜 而被活活吞噬了灵魂 而我体内的白眼膜 食量更是恐怖 就在这时 婷语忽然打断道 我感觉你好像一点也不担心 你是不是对自己很有把握呀 岛上那些等级高 资质好的魂宠应该是有限的 我们还是早点去俘获我们的战斗魂宠吧 如果得到一只残次的魂宠 就算经过三个月的严格训练和培养 要想拿到前世明也很困难呢 所以我打算待会儿就出发去寻找魂宠 而楚慕则头也不回地朝门口走去默然道 祝你好运 婷语则有些愕然起来 怎么 你不打算和我一起吗 楚慕文生这才停下脚步解释道 还是单独行动嘛 你也不想因为碰见好的魂宠 而导致这个房间只有一个人住吧 婷语则有些担忧道 可是 不多些人配合的话 怎么击败一只魂宠 又怎么去俘获他 我一个人不行的 楚慕当即就面露严肃道 你应该也知道我们这是一个抢夺的圈子 与别人配合的话 除非你拥有像周生莫那样的身体素质优势 在组队的时候 没人敢和他抢好的魂宠 没有的话 但凡有利益争夺 队伍之间肯定会出现伤亡 所以要想真正得到自己满意的魂宠 最好就是单独行动 可听语却继续请求道 我觉得你是这个青眼魔岛为数不多的好人 我们可以合作 接下来的任务只会更加艰难 我们互相帮助的胜率会大一点 而楚慕却摇了摇头坚定道 我拒绝和你组队 我并不值得你相信 同理你也一样 好人是这个岛最不值钱的 我帮了你一次 不会承诺以后还会继续帮你 到了我们不得不决斗的一天 我也不会心辞手软 谢谢你的包扎 以后若是你受伤了 我也会帮你的 与其相信别人 不如自己变强 我们都加油吧 闻声 听语顿时就愣住了 他望着离去的楚慕不禁震惊道 自己变强吗 不多时 楚慕便孤身一人朝着岛内不断深入 而此时周深莫望着眼前的蟒腰却有些不满道 拦住这个蟒 别让他跑了 我要看看是不是适合做我的魂宠 而小嘎嘎则激动道 老大 您看不上的话 可以让给我 就在这时 楚慕却忽然从树林中走出 直接撞到了小嘎嘎的肩膀上 见楚慕居然直接无视自己 小嘎嘎顿时就急眼了 卧槽 你走路不长眼睛的呀 在看到楚慕前进的方向后 小嘎嘎连忙转身道 老大 他去的方向好像是内岛区域啊 只是不是说那边是死亡地带 不能随便进去吗 一听这话 周深莫顿时就发出一阵不屑的笑声 看来那小子已经彻底放弃了 是想找个好地方死掉吧 而楚慕却没有理会二人 来了来了 男人终于要开始契约属于自己的魂虫了 在眼魔岛的内岛深处 生活着一只休闲的小青虫 而距离小青虫不远处的水池中 一只奴仆及一段四阶的风属性魂虫青鸟 正在激情觅食 而在附近守株待兔的楚慕 见状立马就开始行动了起来 在他手中的短刀砍断绳索之际 一只巨大的捞网猛然拍出 直接将那只青鸟给网住了 望着被自己抓住的青鸟 楚慕不禁暗暗得意起来 青鸟在同阶段中先有对手 有了他 下场淘汰赛便有了必胜的把握 当即楚慕便迅速抬手 直接对着青鸟开始施掌魂约 当即楚慕就大喝一声 第四魂约 俘获 顿时一道隐晦的光芒就从他手中浮现 迅速朝着青鸟蔓延而去 而被魂约束缚的青鸟 立马就爆发出一声愤怒的提名 企图挣脱魂约的束缚 下一刻 青鸟猛然扇动翅膀 使出了技能狂蜂 企图用狂暴的旋风打断楚慕的魂约 而楚慕却用身体硬抗住狂蜂 他知道只要魂约和魂环彻底结合 便代表着俘获成功 感受着澎湃的锋利 楚慕不禁暗暗得意道 没想到这狂蜂这么强 也好 到时候比赛获胜的几率更大 然而就在这时 一只小青虫忽然啪的一声 直接砸在楚慕的脸上 当即楚慕就抓起小青虫恼怒道 你一只小虫子 怎么吃得这么肥 此话一出 小青虫顿时就怒了 他立马恼怒地盯着楚慕 紧接着就响起扑斥一声 一团丝网就从小青虫的嘴中喷出 直接粘在楚慕的脸上 顿时楚慕的眼睛就感觉一片模糊 视野完全被虫丝给遮蔽了 在他想要扯掉这些虫丝时 却发现这该死的虫丝居然扯不掉 视野受到阻碍的楚慕 完全没办法专心注入魂力 而魂环也会因此导致崩坏 与此同时 青鸟身上那金色的魂环 已经隐约出现了破损的迹象 再也没办法将它束缚住了 而架势不捞网的树枝 也在这时开始咔嚓作响 眼看就要断裂了 楚慕望着不断挣扎的青鸟 顿时就按道糟糕 卧槽快要被挣脱了 下一刻 一声愤怒的提名猛然响起 狂风再次袭紧而来 楚慕立马就被这股锋利给吹飞了起来 而楚慕却不甘心就此失败 倒飞在空中的他连忙凝聚魂力 想要强行契约 可束缚着青鸟的捞网和魂环 在这时已经被彻底撕碎了 望着恢复自由 并且在半空中不断乱甩狂风的青鸟 楚慕知道这次复获算是彻底失败了 楚慕不由紧咬牙关在心中按道 青鸟狡猾 一次失败 便在无复获的可能 顿时楚慕就恼怒地望着想要开溜的小青鸟 随后楚慕就一把将它提起美好气道 说 你准备怎么补偿我 话音刚落 小青鸟立马就开始叽叽怪叫了起来 楚慕不禁美好气道 你这是在做什么 望着不断扭来扭去且不断比划的小青鸟 楚慕立马开口道 别以为你装可爱我就买账 就在这时 小青鸟忽然流下了两行泪水 楚慕不由一愣 怎么还哭起来了 可下一秒 楚慕身后忽然传出碰的一声巨响 他立马就感觉到一阵极为沉重的震动感 顿感不妙的楚慕连忙朝身后瞥了一眼 只见一只粉色的巨型浑虫已然来到了他的身后 就在这时 一条彩色的巨尾忽然在森林中扫过 被触碰的树木瞬间就被拦腰砸断 望着那棵轰然倒地的大树 楚慕连忙转身朝着身后望去 只见楚慕身后赫然是一只躯干四蜥蜴 浑身呈粉红色 耳朵削尖 尾巴似鱼的浑虫 这正是曼迪怪 来了来了 可以一遍进化的小狐狸终于登场了 就在刚刚 楚慕意外遭遇到了一段九阶的曼迪兽 望着狂暴的曼迪兽 楚慕连忙把腿就跑 他知道九阶的浑虫可不是吃素的 不过让楚慕感到奇怪的是 曼迪怪的性情最为温厚 怎么会无缘故的就暴走 然而就在这时 楚慕眼尖的发现正紧紧抓住曼迪兽尾巴的火云壶 顿时楚慕就暗暗震惊了起来 这种被拿来过家家的小宠物 打来的胆子敢招惹曼迪怪 下一刻 曼迪怪忽然迅速一甩尾巴 直接将火云壶给抱甩了出去 楚慕立马就发现了异状 蓝眼睛本该是蓝星壶的特征 难道说这只火云壶是混血吗 楚慕望着眼前的火云壶 立马就心动了 混血可是稀有魂虫 可曼迪怪就在眼前 要怎么救他呢 下一秒 楚慕就发现正牢牢抓住 自己衣领的小青虫 当即楚慕就伸手将它给抓了起来 然后用小青虫瞄准曼迪怪的眼睛处 随后楚慕猛地大声命令道 给我吐他的眼睛 不然把你丢进曼迪怪的嘴里 为了保命 小青虫立马就喷出一大团虫丝 直接粘在了曼迪怪的眼睛处 趁着曼迪怪在清除虫丝的间隙 楚慕连忙抓起火云壶想要逃走 然后将它给契约下来 楚慕不由边跑边暗暗激动道 这浑血而属于一变浑虫 论稀有程度和资质 都可名列前三 然而还没等楚慕跑出多远 火云壶忽然猛地朝它挥出一爪子 见火云壶不想离开 楚慕立马就急眼了 别动 你和它再打下去 死的只会是你 可火云壶却不断地张牙舞爪 并发出阵阵不满的嘶吼 显然并不想离开 当即楚慕就朝着曼迪怪的尾巴看去 它立马就发现尾巴上卡着的一朵小花 楚慕连忙定睛望去 它顿时就明白了过来 那是凤冷花 旋即楚慕就没好气地开口道 笨狐狸 那凤冷花是月光湖的修行资源 你拿了也没用啊 可下一秒 小狐狸就猛地震开楚慕的手 嗖的一声再次朝着凤冷花飞扑而去 顿时楚慕就不由惊呼出声 笨狐狸 我都说了怎么不听劝 眼下这只一变狐 是楚慕唯一的晋级希望 它绝对不能丢失 当即它就连忙跟上狐狸的脚步 很快 火云狐就飞速扑到了凤冷花的跟前 而曼迪怪还在忙着处理眼前的那堆虫丝 下一刻 火云狐就猛地一跃而起 朝着凤冷花飞扑而去 就在这时 曼迪怪刚好将虫丝给扯掉 正好看到扑面而来的火云狐 见此情景 楚慕顿时就愣住了 它立马生起一丝不妙的预感 而曼迪怪望着 竟然敢对自己使出撕裂爪的火云狐 当即就瞳孔一缩 紧接着曼迪怪就迅速张开锯子 紫色的雷电迅速开始凝聚蓄力 见火云狐居然如此莽撞 楚慕顿时就急得直咬牙关 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帮它一把 下一刻 飞扑到曼迪怪跟前的火云狐 望着那张开始迸发光芒的锯子 立马就愣住了 紧接着一阵轰鸣猛然传出 一束紫雷光束瞬间击射而出 朝着火云狐射去 紧接着就响起啪啦的一声 紫雷轰然落地 直接将地面砸出一个小坑 望着黑乎乎的小坑 楚慕不禁黯然道 总归还是赶不上嘛 然而就在这时 曼迪怪身上忽然落下一道火红色的身影 正是火云狐 见此情景 楚慕不由暗松了口气 好险 幸好在曼迪怪出招前找到十块档踏板 以笨狐狸在半空的状态下 没有弱脚点是无法躲开曼迪怪的雷波 当即楚慕就连忙跑到了曼迪怪的尾部后面 暗暗计划道 望着浑身开始迸发雷光的曼迪兽 楚慕不由暗道不妙 曼迪怪暴怒了 这是释放雷暴的前兆 就在火云狐准备拿到凤暖花之际 楚慕忽然大喊了起来 快躲开 见火云狐完全不理会自己的喊叫 楚慕知道要来不及了 要是被雷暴击中火云狐肯定要当场隐秘 他连忙一月而起想要将火云狐给抱走 下一刻 楚慕就迅速抱住火云狐 然后迅速远离曼迪怪 紧接着曼迪怪就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嘶吼 一道恐怖的子雷在他身上猛然爆发 四周瞬间就被狂暴的子雷包裹 在结束了雷暴技能之后 曼迪怪连忙开始东张西望来回确认 在确认附近已经没有那只凡人的狐狸后 曼迪怪迅速恢复了神清气爽的状态 随后曼迪怪便心情愉悦地迈出离开的步伐 只留下被雷暴肆虐过的坑坑洼洼 而那朵凤朗花 在经过雷暴的洗礼后 已然暴废了 望着化为灰烬的凤朗花 小狐狸立马就发出一阵绝望的鸣叫 拳击楚慕就一把抓住小狐狸大喊道 好了别叫了 要不是我反应快 带你躲远点 只不定现在我俩也化成灰了 紧接着楚慕就从身上掏出一片凤朗花的花瓣 顿时小狐狸就眉开眼笑了起来 而楚慕则忽然呵笑道 刚刚就你时顺便摘的 如何 见楚慕这么关爱自己 小狐狸立马就露出一副感动的表情 紧接着他就迫不及待的朝着凤朗花一口咬了下去 在吞服了凤朗花后 浑身赤红的火云狐忽然摇身一变 进化成了月光狐 楚慕立马就惊呼出声 这是二次一变 来了来了 楚慕终于顺利契约到可以连续一变的小狐狸了 就在刚刚 火云狐在吃掉了凤朗花瓣后 居然进行了一变 望着正在吸收凤朗花进行一变的小狐狸 楚慕不由心头一震 这是二次一变 从低等火云狐 一变成高等月光狐 难不成这小家伙拥有可以无限一变的潜力吗 一想到这 楚慕顿时喜上眉梢 他连忙打开魂约开口道 可我签订契约吧 但我们一起变强 浑身月光狐立即用那双美丽的眼睛注视着楚慕 魂宠和人类一样 有自己的思维 有自己的情绪 他没有任何抗拒 直接来到楚慕跟前 紧接着淡蓝色的魂约光环开始慢慢的缩近 因为月光狐没有抵抗意识 魂约很顺利的印在他的灵魂上 很快淡蓝色的魂约光环就融入到了这小月光狐的身体之中 化为了只属于楚慕的灵魂印记 烙印在月光狐的灵魂之中 最终顺利签订契约 而楚慕也将小狐狸命名为墨也 在楚慕回到了营地后 里面的小嘎嘎立马就发出阵阵的狂笑之声 其中一人更是指着楚慕阴阳怪气道 楚慕你什么时候变成那种贵家大小姐了 一旁的小嘎嘎也连忙附和道 抓这种娘们兮兮的宠物出来丢人 你也不怕被人笑掉大牙 而楚慕没有理会小嘎嘎的叫嚣 他望着自信满满的周声诺 不禁暗暗嘀咕道 他肯定是俘获了某类高阶魂宠 一想到这 楚慕不由眉头一紧在心中按道 我得做好防备才行 就在这时 听雨忽然挤出人群走到楚慕跟前激动道 楚慕你终于回来了 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 楚慕在看到听雨后部又暗暗震惊起来 听雨怎么几天不见 感觉他变漂亮了 是我的错觉吗 见楚慕傻棱在原地 听雨连忙一把抓住他的手机动道 跟我走 给你看看我俘获的宝贝 我可是花了好大力气才俘获的 而望着二人有说有笑离开的周声诺 顿时就满脸一埋的盯着楚慕 随后周声诺便开口示意道 把张罗给我叫来 再回到了宿舍之后 听雨立马就将墨爷给抱起赞叹道 你叫墨爷吗 好可爱啊 而楚慕望着听雨的契约魂宠赐龟花妖 也不惊讶一道 你的赐龟花妖也很不错呀 楚慕知道花妖擅长控制位 若是在淘汰赛中遇上 应该会很难缠 而听雨见楚慕居然夸赞自己 立马笑眯眯的应道 那自然 他现在就已经四接了 你别看他现在这样 他比岛上任何一个奴隶的魂宠都要强 这就叫赢在起跑线上 楚慕为言不由暗暗嘀咕起来 花妖有让主人容貌变美和体质提升的附加作用 怪不得他看起来和之前不一样 就在这时 听雨忽然出声打断道 楚慕 我现在变强了 为了增加晋级的概率 要不要和我结盟啊 还没等楚慕开口 他的衣领内忽然出现琐琐的声响 只见那只古怪的小青虫忽然从他的衣服中冒出头来 顿时听雨就脸色一变大喊了起来 啊 有虫子啊 当即听雨就连忙带着赐龟花妖远离楚慕同时大喊道 楚慕快把他扔掉 这玩意会把床啃他的 可小青虫却没有想走的意思 直接蜷缩在楚慕衣服上一动不动 就在这时 听雨忽然发出一声惊呼 楚慕快来 墨爷的腿受伤了 楚慕在看到伤口后立马心头一震 看痕迹 应该是在净灵时被雷暴波及所伤的 而听雨则一脸焦急地催促道 快把小家伙收进你的魂宠空间 这对魂宠的治疗有奇效 当即楚慕就连忙打开魂宠空间 暗暗自责了起来 是我疏忽了 忘记检查他的伤口 任何不经意的伤口 都有可能影响比赛的胜负关键 随着楚慕的魂力输出 一个诺大的印记猛然凭空浮现 这正是魂宠空间 是容纳魂宠的地方 有帮助魂宠自愈的奇效 随后楚慕便带着听雨 进入到了魂宠空间当中 紧接着一股淡蓝色的光辉 就将墨爷给包裹了起来 然后迅速将它给吸收了进去 很快 墨爷就朝着其中一道 空空如也的空间之门 快速飞去 在墨爷进入了空间之后 楚慕便直接转身道 好了 我们走吧 而听雨则指着半空中的席魂亚一道 楚慕 你还有别的魂宠吗 楚慕闻声立马停下脚步回应道 有 是我被抓进眼魔岛之前 母亲送我的礼物 顿时听雨就羡慕了起来 那你母亲对你真好 可为什么这上面 没有显示她的样子 不过楚慕却没有解释 而是望着那个 空空如也的位置 陷入了沉默当中 就在这时 小青虫忽然发出滋滋的声响 楚慕知道这是 虫系魂兽感知到危险时 做出的应急反应 与此同时 楚慕的宿舍门口 一名小嘎嘎忽然一脚 将大门踹开大喊道 叫楚慕的 给我滚出来 当即楚慕就连忙带着听雨 从魂宠空间中退了出来 随后楚慕便大手一挥 将听雨挡在身后冷声道 你是谁 来做什么 而小嘎嘎却挑眉名笑道 我都不认了吗 记好了 你爷爷我姓张明洛 闻声 听雨连忙小声提醒道 这人我在周深墨身边见过 两人好像挺熟的 见楚慕不作声 张洛立马宁笑道 别紧张 我不是来找麻烦的 在召唤出自己的魂宠十足无功后 张洛便再次开口道 这趟我来 是要和你来一场光明正大的决斗的 男人刚回到营地 就遇到前来找他决斗的小嘎嘎 见楚慕不作声 张洛立马冷笑地看了一眼楚慕 这场决斗 你不会拒绝的吧 此话一出 听雨顿时就怒了 你个臭不要脸的 你是故意找茬的吧 你的十足无功都上二阶了 和一只一阶的月光胡下战书 你好意思吗 可张洛却忽然在身上开始摸索淡笑道 高风险往往有高回报 在掏出一枚红色的金石后 张洛便宁笑道 这是三阶的兽气魂合 你可要想清楚了 这样的魂合 很适合你的魂宠吧 只要你能打赢我 这颗兽气魂合就归你所有 说完 张洛便转身摆手道 两日后山沿洞 来不来随你的便 在张洛离开后 听雨不由关切道 楚慕你打算怎么办 他的魂宠比你的厉害太多了 墨爷还很弱小 打不过的呀 可楚慕却坚决表示要迎战 文言 听雨的脸色立马就难看了起来 周深墨之所以会找你的麻烦 或许是因为我 在你没回来的时候 他们曾想拉拢我 我拒绝了 楚慕则摇了摇头道 我本就和他不对付 没有你 他们照样回来恶心我 你的顾虑我也考虑过 受气魂和对墨爷的晋升 有很大的助力 我不想错过 而且后面的竞争更残酷 战斗力的提升至关重要 更何况 我还有两天的时间来训练他 我对他有信心 见楚慕心意已决 听雨连忙开口道 那你好好努力 有需要我帮忙的尽管说 而楚慕则看了看小青虫 暗暗决定道 这小家伙有感知危险的能力 留着或许能排上用场 而后楚慕为了提升墨爷的战斗力 便开始让他不断对着树木练习撕裂掌 可在练习了整整78次后 却只是将树木的表层给挂掉 望着树上的痕迹 楚慕不由叹息道 不行 攻击力还是不够 一想到那只二阶的十足蜈蚣 楚慕顿时压力陡增 墨爷的爪子只有一阶的攻击力 就连普通的防御体都攻克不了 更别提二阶的十足蜈蚣了 一旁的墨爷似乎也察觉到楚慕的想法 开始发出阵阵可怜的名叫 不过楚慕却没有灰心 他玄机就转身安慰道 你已经很努力了 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吧 可墨爷却并不打算停手 直接身形一跃再次对着树干 开始疯狂甩出撕裂掌 就在这时 婷语忽然提着一篮子馒头打断道 楚慕开饭了 顾着训练肯定没去抢饭吧 楚慕见状连忙回应道 谢谢 辛苦了 婷语则摇了摇头道 因为开放契约混丑 现在抢饭变得容易多了 就在楚慕低头朝着篮子看去时 婷语的脸色忽然就红了起来 望着那个吃掉一半的馒头 婷语连忙解释道 我饭量大 一时没忍住 可楚慕却毫不在意的边吃边暗暗嘀咕道 奴隶赢的吃时向来都是靠抢的 婷语能抢下这些 肯定责了很大功夫 不能浪费 而婷语望着疯狂练习的墨爷不由开口道 看来今天的训练情况不是很理想啊 楚慕却毫不在意道 墨爷的爪子还在出七 想要打赢还需要想想其他办法 墨爷还有其他技能可以用 比如楚莲和魅惑 见听语一脸疑惑的样子 楚慕便开口解释道 楚莲是月光湖特有的伪装技能 通过伪装出楚楚可怜的模样 削弱敌方的战斗意志 而魅惑则是幻术 能够暂时迷惑敌方的心智 以便于用来偷袭 或者让对方感到懈怠 给予对方一击毙命 听完楚慕的解释后 听语忽然心头一起凑到 楚慕跟前激动道 太好了 墨爷的胜算增加了 可因为听语凑得实在太近了 二人之间的气氛 瞬间就变得微妙起来 然而就在这时 树慕轰倒的声音 忽然将二人给打断 经过墨爷的不间断灰卡 终于将树慕给砍倒了 望着墨爷受伤的爪子 楚慕立马激动道 墨爷的爪子 好像越来越锋利了 顿时楚慕就不禁暗暗骇然了起来 不愧是一变形魂宠 越是逼入绝境 反而对晋升越有奇效 我记得墨爷一变成月光湖之前 吃过凤暖花的花瓣 那是不是就代表着 资源的药效对一变形魂宠 会翻倍增长 或许这就是让墨爷一变 晋升的原因之一 一想到这 楚慕立马抓住听语的手开口道 听语 问你件事 你知道哪里有可以让魂宠吃的 修行资源吗 而听语则有些迷糊道 我记得岛上有片也要灵 就在静灵左边 当即楚慕就连馒头就顾不得吃了 直接把腿就跑 同时暗暗决定道 如果我能收集些凤暖花 或许能帮助墨爷在短时间内快速成长 见楚慕一心为了让墨爷变强 听语不由开口道 你这个主人对你还真不错 很快 一天的时间变过去了 转眼就到了夜晚 而楚慕则将好不容易采摘到的凤暖花 开始不断敲击了起来 墨爷一嗅到凤暖花的味道 顿时就激动了起来 听语则被楚慕弄出来的动静给惊醒了 他不由疑惑道 大半夜的叮当响 在忙活什么呢 楚慕在研磨完后便一边喂给墨爷一边解释道 我去了趟也要灵 收集些凤暖花捣碎喂给墨爷 见墨爷居然将一碗凤暖花吃光光 听语不由骇然道 你怎么喂这么多 这也不是能随便吃的 话音刚落 刚吃完凤暖花的墨爷立马就神情一致 呆愣在了原地 听语见状顿时有些不安道 小墨爷怎么了 可下一刻 小狐狸整了一碗药材 却直接让小狐狸的力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两天时间转瞬即逝 在楚慕来到决斗地点后 张洛不由打去道 楚大小姐 我还以为你不敢来了呢 而楚慕却脸色凝重道 你说过是魂宠决斗 而不是魂宠师也要一起战斗的吧 张洛当即哈哈一笑道 当然 他们只是观看我们比赛 楚慕见状不由暗暗嘀咕起来 周深莫当时没来 是觉得我必输无疑 没有来看的必要吗 在一旁观战的几人当即冷笑道 楚慕兄弟 大可不必如此戒备 就算出了什么事 我们也不会出手的 不过他却在心中补了一句 但魂宠的话就不好说了 随后张洛便将魂盒拿出开口道 瞧不起谁呢 看好了 东西放着 谁赢谁拿走 而一旁的小嘎嘎则疑惑道 唐显哥 这楚慕还真只带着月光胡来了 该不会有诈吧 一旁的胖子也附和起来 是啊 他不是能召唤眼魔吗 唐显则捏了捏下巴开口道 不会 以他目前的魂力 召唤一次眼魔已是极限 不过按照我对楚慕的了解 带之一接月光胡来迎战 的确太草率了 难不成这小子还有后手吗 就在这时 迫不及待的张洛 立即念起了自己的魂约咒语 淡淡的赤红色光芒迅速泛起 缓缓地在地上形成了 直径约两米的魂约图案 在图案闪烁起一道光幕之后 暗褐色的十足 无功赫然地出现在了图案之上 见此情景 楚慕不由暗暗嘀咕道 上回不是露面了吗 现在还特地召唤出来 浪费魂力 想不通啊 而想要快速解决这场战斗的张洛 迅速指挥十足无功 对墨也使出扫尾技能 顿时十足无功整个身躯 就像一块铁链一般 在移动过程中 猛地甩出尾前 狠狠地朝着墨也拍去 不过墨也拥有 比十足无功更迅捷的速度 在躲开之后 十足无功立即开始环绕游走 但十足无功的攻势还没结束 他迅速对着墨也使出了技能刃双重 可却依旧被墨也给轻松躲开 紧接着墨也那锋利的爪子猛然伸出 迅速轰击在十足无功的身体上 不过墨也的爪子就像磨在了金属上一般 这一击显然是没有破开十足无功的防御 唐显剑撞立即就暗暗得意起来 想攻克十足无功的硬甲 至少也要连击50下 但那一只狐狸目前的灵活度 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就在这时 楚慕忽然大喝一声 墨也 攻击他的下腹 避开防御点 可就在墨也进攻之时 十足无功却猛的弹起身 头颅往下 竟然瞬间钻入了地面 在地上留下了一个深坑 顿时张洛就得意道 早料到你会这么做 我已经让铁心施展遁地了 一旁的小嘎嘎也不由拍手叫好 漂亮 重细魂兽最是擅长偷袭 要是躲不开便能把对手一击致命 楚大小姐 快让你的魂宠跑起来啊 再不跑可就来不及了哦 闻声 楚慕立马就气得握紧拳头 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就在这时 楚慕却感觉到小青虫正在剧烈颤抖 说明有危险在逼近 楚慕知道现在乱跑 只会将空隙暴露给对手 所以这时候绝对不能煽动 随后张洛就忽然嗅到一股 十分清香的味道 顿时他就愣住了 紧接着张洛便陷入了失神的状态 开始瞧瞧妹走去 一堂的小嘎嘎见状连忙大喝道 你在干什么 发什么疯 你不要命了 话音刚落 张洛立马就回过神来亥然道 刚刚好像有什么声音还有香味 想让我过去 闻声 唐显立马就反应了过来 他立即大喊道 张洛 有古怪 快拉开距离 可此时张洛显然已经被诡异的香气给控制住了 完全听不到唐显的喊叫 顿时唐显就急了 张洛 听到了没有 而张洛闻声不由满脸慌张的转身颤抖道 我好像只会不了铁心了 男人在魂宠的比斗中 虽然没办法指挥自己的魂宠啊 在莫爷的魅惑技能影响下 整块区域的人和魂宠都受到了影响 张洛不禁暗暗骇然道 什么情况 我感觉好像哪里怪怪的 但又说不上 就在这时 十足蜈蚣忽然从地底钻出 张洛顿时就慌了 蠢货 你在干什么 什么情况 没有我的命令 铁心不可能自己出来的呀 而楚慕见状立马心头大喜 直接令令莫爷使出了撕裂爪 紧接着莫爷就迅速跃起 他的爪子森然伸出 身体下坠之时 猛地在空中划出两道交叉的 寒光轰击在十足蜈蚣的身上 见此情景 众人不由同时脸色大变 满脸不可思议地望着十足蜈蚣 只见寒光闪过 十足蜈蚣的身躯立即出现了弯折 巨大的蜈蚣头颅 竟直接被一爪子拍飞 见自己的魂宠被秒杀 张洛立即就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 不 我的铁心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 他望着十足蜈蚣的伤口 不禁咆哮了起来 那破狐狸的一爪连八成威力都没有 怎么可能把铁心一击致命 一众小嘎嘎也不禁骇然道 我没看错吧 那蜈蚣怎么像是主动出来送死的 还有那撕裂爪 不像一剑月光湖的威力啊 唐显也不禁脸色难看地在心中暗道 楚慕用了什么招数 我们什么都没看清楚 我们当时的注意力都被分散了 一想到这 唐显不由望着楚慕暗暗决定道 之后的淘汰赛 楚慕必然是个祸害 得和周哥从长计议 估计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墨爷虽然只有一阶 却已经被我调讯出二阶的爪子 我在魅惑技能之上 额外新增的招式 他们应该没看出来吧 见楚慕一脸得意的模样 胖子顿时就炸了 楚慕 你别得意的太早 可楚慕却默不作声 直接朝着他的位置走去 望着步步逼近的楚慕 胖子顿时就慌了 你过来干什么 别过来 见楚慕静止走到自己面前 胖子不由颤声道 我可没跟你约战 你别乱来 可楚慕却直接朝着那颗浑河 走去同时开口道 我来拿我应得的 你怕什么 然而就在这时 藏身与楚慕衣领之内的小青虫 却忽然剧烈抖动了起来 与此同时 小嘎嘎忽然指着张洛骇然道 你们看 张洛好像不太对劲 只见张洛的脸色变得无比苍白 汗水不断地从他脸颊上滑落 整张脸更是因为痛苦几乎凝在了一起 唐贤猛然间醒悟过来 满脸惊恐地大喊道 不好 这是青眼魔 只见张洛身上不断飘出青色鬼燕 青影如同幽灵一般越来越明显 恐怖的青眼不断从张洛的身上狂涌而出 张洛立马就发出一阵痛苦的哀嚎 随后张洛的身体开始抽搐 身上的青筋血管爆起 青眼则越发浓郁 只是眨眼间 张洛的身体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干瘪下来 随后一阵诡异的嘶吼就猛然响起 青眼魔猛然破体而出 朝着众人凝视过去 见此情景 小嘎嘎顿时脸色大变 怎么会这样 张洛体内的青眼魔怎么突然出来了 唐显一眼就看破其中的奥妙 这只青眼魔已经成长到三阶 凭张洛目前的魂力根本供不起他 一旁的小嘎嘎闻声顿时就骇然了起来 那张洛的灵魂岂不是要被眼魔炸干了 青眼魔一发作 执视者们便能够察觉得到 执视迅速赶到了现场 在张洛被炸干后 青眼魔变成了无主魂宠 两名执视者一到场立马就推开了挡路的楚慕 执视在来到张洛身旁后忽然大笑道 再等等 让眼魔把他的灵魂先吸干净吧 在青眼魔吞噬得差不多之后 执视便打开手中的瓶子 然后开始吟唱起晦涩的皱纹 随着皱纹的吟唱 青眼魔迅速化作一道青芒 被执视手中的那个瓶子给吸了进去 在回收完毕后 执视立即指着众人大喝道 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 胆敢撕豆 等我上报给曹统领 有你们好果子吃 随后参与撕豆的众人 便被发配到茅厕中开始清扫 而唐显望着心不在焉的楚慕 不由暗暗嘀咕道 这家伙明明赢了决斗 怎么还这副表情 难不成是刚才被青眼魔吓破胆了吗 那也太耸了吧 而楚慕此时不由暗暗担忧了起来 那只青眼魔才不过三阶就已经如此恐怖 我体内的白眼魔很快也要三阶了 如果再这样下去 迟早会落得同样下场 甚至会更惨 想要活下去 为了赢下淘汰赛 更为了打败下广寒 我必须要变得更强才行 来了来了 一段六阶的墨爷居然要迎战八阶的炎怪 前不久 在结束了和张洛的对决后 这段时间里 墨爷每天都和听雨的魂宠次龟花妖展开对练 不过拥有一段七阶实力的次龟花妖 却怎么都不是一段六阶墨爷的对手 听雨不禁一边收回次龟花妖一边嘀咕道 又输了 明明我的花妖要更高一阶 你的月光狐一施展其宠妹和楚莲 我的魂宠就没有战斗欲望了 楚木见状不由但笑道 他们只是刚好互相克制罢了 其实你的花妖没有几人可以对付 随后楚木便再次开口道 对了 五天后就是淘汰日 和我说说其他人的魂宠吧 听雨文言当即美好气道 你这人就知道修炼和训练魂宠 完全不管外面的消息 这样迟早会吃亏的 可楚木却笑咪咪的硬道 没关系 有你在 这下听雨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好美好气道 算你会说话 这一个月来呢 大部分人的魂宠都成功进阶了 其中堂显的钢牙 一段八阶 实力排行前五 风骨的岩石腰 一段八阶 实力也是排行前五 而现在公认最强的肯定是周生墨了 他的魂宠寥廊是八阶中最强的存在 楚木文言不由眉头一紧在心中暗道 姓周的之前差点害我丧面 又折损了一个跟班 接下来肯定还会对我出手 见楚木墨不作声 听雨便哈哈一笑道 距离淘汰赛还有一周时间 我们快加紧训练吧 而楚木却忽然起身开口道 你先自己练习 墨爷的修行资源吃光了 我要去要灵一趟 见楚木要离开 听雨连忙开口道 那遇到什么好东西 别忘了给我带一份 很快 楚木就再也要临终忙碌到了晚上 这次搜集到的资源已经够吃几天了 就在这时 不远处却忽然传来沙沙的声音 显然是有人来了 只见不远处的人影忽然开口道 他们都进去大半天了 怎么没动静 而旁边的小嘎嘎却不急不躁道 等着吧 那燕尾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对付的 而楚木连忙躲在树后 一脸警惕地望着不远处的二人 胖子风骨忽然再次开口道 真羡慕周哥 这么快就修炼到了九念魂徒了 还能得到第三只魂宠 一旁的小嘎嘎却没好气道 他想要的第三只魂宠可是九届燕尾 抓不抓得到还不一定呢 闻言 楚木不由暗暗嘀咕道 魂宠是每多三念的魂力 就可以多俘获一只魂宠 周生莫及有可能成为 岛上第一个拥有三只魂宠的人 就在这时 风骨忽然给了小嘎嘎一脚恼怒道 怎么说话的呢 这话要被周哥听到 有你苦头吃 小嘎嘎则则有些担忧道 还有五天就是淘汰赛了 等周生莫在里面抓到燕尾 他是赢定了 可我们的命怎么办 风骨却一脸坚定道 周哥说过 等他抓到燕尾 就会把除我们之外的人全部干掉 到时我们自然就能晋级淘汰赛了 可小嘎嘎却对此并不相信 我才不信周生莫有那么好心 到时候生死一面 谁还顾得上谁 就在这时 一阵诡异的香气忽然飘到了二人的跟前 风骨健壮立马出声提醒道 别闻 这言有古怪 以前张洛和楚慕决斗的时候 这玩意一出现便让他的魂宠没了命 可就在这时 一道银色弧光猛然闪过 莫也一爪子直接就将小嘎嘎给顺秒了 望着忽然出现的一人一胡 风骨顿时就骇然了 你怎么会在这里 而楚慕眼神默然地冷声道 你们的算盘要落空了 当即风骨就连忙后退大喊道 你今天别想走出这里 然后开始召唤自己的第二魂约炎怪 炎怪的身高有成人高 形体四人 体格健壮 手臂异常粗狂 一出现迅速就朝着楚慕冲去 楚慕健壮却丝毫不慌地冷声道 那就看看我们谁先被干掉 莫也 撕裂爪 话音刚落 莫也迅速迎着炎怪飞速袭去 透露着森森寒芒的撕裂爪瞬间挥出 银色的光芒一闪即逝 撕裂爪狠狠地坦在了炎怪的手臂之上 可炎怪的防御力是除了名的强悍 这一爪子只留下了两道浅浅的抓痕 见此情景 风骨立马大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我的炎怪防御力高达七尖 凭你这点攻击力也赶出来丢人现眼 紧接着风骨就猙獰的大吼一声 炎怪 使用崩裂技能 话音刚落 炎怪那由炎石构建而成的身躯 忽然迅速开始四分五裂开来 紧接着那些飞剑出来的碎石 迅速漂浮在墨爷的四周将它给包围起来 随着风骨的一声命令 炎怪 束缚 顿时那些飞剑的碎石就猛将墨爷给紧紧的包裹起来 将它给控制住 这只小狐狸竟然和以防御力著名的炎怪正面运钢 可没想到不仅无法伤及炎怪分毫 还被对方的束缚技能给控制住 在使用了束缚技能后 风骨立马宁笑道 怎么样 这下还不把你的破狐狸碾成肉酱 渴望着一副全然无所谓的蜀目 风骨不由心头一突 当即风骨就命令炎怪分裂 顿时他就发现束缚技能却没有将墨爷给禁锢住 就在风骨愣神之际 墨爷的身影忽然从空中出现 当即风骨就命令炎怪将墨爷给拦下来 可炎怪的一拳下去 却直接贯穿了墨爷 只留下一抹残影 见此情景 楚目不禁没好气道 行了墨爷 别玩了 速战速决 话音刚落 银色的光芒一闪即逝 墨爷的速度瞬间增长 眨眼间就冲到了炎怪的跟前 可风骨见状却丝毫不慌 蠢货 刚刚你连十拳都破不开 更何况是炎怪最坚硬的腹部 下一秒 忽然传出轰的一声 炎怪那坚硬的身躯 竟被墨爷一爪子给直接贯穿 见此情景 风骨不由双脚一软满脸不可置信道 怎么可能 一只六阶的月光弧 怎么可能攻破七阶的防御甲 而楚目文生当即缓缓地边走边开口道 这一个月 我无时无刻都在调讯魂宠 你真的以为墨爷只有六阶水平吗 文生 风骨的脸色立马骤变 刚刚那一爪 最少也有八阶的水平 甚至是九阶 当即风骨就连滚带爬的大喊起来 不行 我得赶紧告诉周哥 见风骨要逃 楚目立马命令道 墨爷去吧 别让他喊出声 在墨爷离开后 楚目便缓缓朝深处走去 同时在心中暗岛 周生墨 下一个就是你 与此同时 树林深处 周生墨和九阶燕尾的战斗 也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燕尾的身躯 形似一只凶悍的猎犬 尾巴却是燃烧着一簇熊熊的火焰 燕尾的级别并不逊色于辽郎 在辽郎和钢牙 把燕尾包围起来后 周生墨立马命令道 仔细点 别让燕尾跑了 就在这时 周生墨忽然察觉到树林中传出的声响 当即周生墨就连忙转头警惕道 林子里好像有脚步声 而正在专心对付燕尾的唐显泽美好气道 你听错了吧 外面还有人在守着 不会有人进来的 可周生墨还是不放心 他立即转头吩咐道 以防万一 罗晨你去附近看看 有任何风吹草动 立即回报 罗晨虽然心有不满 但也只好召唤出自己的魂宠在心中暗道 这大半夜的能有什么脚步声 总不能是闹鬼吧 但不满归不满 罗晨可不敢违逆周生墨 他连忙躲在恶鬼木妖的头上 开始巡逻了起来 在罗晨离开了周生墨之后 一道灵力的光芒忽然一闪而过 大感不妙的罗晨连忙大喊道 木妖 救我 话音刚落 饿鬼木妖头上的枝干 迅速开始纵横交错 完全将它给保护在其中 挡下了这一发袭击 望着枝干上留下的深深痕迹 罗晨不禁暗暗骇然起来 这一爪子只要再深一些 就能直接划破我的喉咙吗 当即罗晨就怒了 他立马朝着四周大吼道 什么人 有本事就出来 楚慕也不躲藏 慢慢地从树后走出 目光冷漠地注视着 愤怒的罗晨冷声道 是要拧命的人 在看到来者是楚慕之后 罗晨的脸色骤然大变了起来 与此同时 唐显的钢牙 正朝着燕尾发动自己的撕咬技能 燕尾以一敌二 根本就没办法抵抗住 钢牙的袭击 这剂撕咬 直接就将燕尾给咬成了重伤 他身上的火焰也逐渐开始熄灭 见此情景 唐显立马就激动地大笑道 终于赢了 而周深默也不禁一脸兴奋地准备开始契约 同时在心中暗暖 接下来只要递结魂约 这只九戒燕尾就将彻底属于我了 男人正准备将进入虚弱状态的九戒燕尾契约 可却没想到森林中忽然传出同伴临死前的惨叫声 当即周深默就按压下想要契约的新转身吩咐道 戒备 有脚步声 望着从森林中缓缓走出的楚慕 唐显顿时就惊呼出声 楚慕是你 唐显知道楚慕能出现在这里 就代表着自己的同伴已经遇害了 当即他就命令纲牙前去撕碎楚慕 面对飞扑而来的纲牙 楚慕只是站在原地命令墨也使出技能月影分身 顿时纲牙就迅速命中其中一道狐影 直接将其咬成了两半 可让纲牙疑惑的是 嘴中的小狐狸却化作一道烟雾迅速消散 见此情景 唐显连忙出声大喝道 蠢货 看上面 只见墨也如离弦之剑 迅猛地窜出 那只利爪朝着纲牙的眼睛处狠狠地刺去 可纲牙很快就做出了反应 长长的牙齿猛然间朝着墨也的脖梗扑咬而去 顿时两只魂宠就狠狠地对轰起来 发出的刺耳嗡鸣 差点就将二人的耳膜给震破 这部队拼双方都没占到便宜 墨也迅速往后一跃拉开距离 紧接着墨也身上就开始释放出一阵诡异的气体 迅速弥漫全场 唐显见壮立马就哈哈大笑起来 可笑 区区狐足的魅惑之术 怎么可能唬得住我巴结的钢牙 趁早下地狱吧 话音刚落 钢牙完全没有受到魅惑的影响 迅速朝着墨也发起了冲击 而墨也根本来不及闪躲 钢牙的獠牙就猛地咬下 直接咬住了他的身躯 见钢牙得手 唐显立马宁笑道 好样的 钢牙给我撕碎他 而楚木却丝毫不慌 直接使出了魂迹宠魅 顿时墨也那双冷漠的银白色毛子 忽然绽放出了绚丽的光泽 宛如星辰映射 唯美至极 与此同时 唐显的钢牙忽然就呆愣住了 直接被魅惑技能给控制住了 见钢牙一动不动 唐显顿时就急眼了 怎么回事 钢牙快要断到那畜生的脖子 而墨也也迅速做出反应 朝着钢牙的脖梗处伸出了力爪 下一秒 两道深深的血痕赫然出现在钢牙的要害部位 将被魅惑住的钢牙完全破开 直接将其鸟杀当场 唐显不由浑身颤抖的亥然道 钢牙被干掉了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失去障碍的楚木 直接就走到唐显跟前冷声道 别担心 我马上送你去和他团聚 下一刻 墨也的爪子迅速挥出 失去魂虫保护的唐显瞬间毕命当场 见此情景 原本一脸得意的周生墨顿时就怒了 楚木 你根本就不是魂徒 是魂式 只有达到魂式水平 才有可能释放魂迹 楚木当即冷冷地扶起了嘴角 你知道的太晚了 不过周生墨却没有慌张 直接命令巴结的辽郎来对付墨爷 冷静下来的周生墨立马就扶起一抹冷笑 是魂式又怎样 别忘了 你体内还寄生着眼魔 释放一个魂迹已经是你的极限了 当即周生墨就冷笑一声大喝道 辽郎去 先把那畜生给我解决掉 男人的队友虽然被接连干翻 可却依旧胜券在握的命令魂宠发动进攻 顿时辽郎那双恐怖的眼睛迅速完全锁定了墨爷 近一米多长的身躯赫然地扑出 而楚木也知道辽郎的攻击极为恐怖 在他的命令下 墨爷瞬间就使出了月影分身 可辽郎见状却没有慌乱 迅速锁定墨爷以及分身的位置 紧接着辽郎的爪子就连续滑出 爪刃胶胶织撕裂空气 辽郎的攻击并不是那么容易闪躲的 整整六发爪刃 直接将半空中的墨爷和分身全部击溃 顿时墨爷的本体就被狂狼恶吸给命中 倒飞出数米的距离 见此情景 楚木不由暗暗骇然起来 他的辽郎竟然能连击六下 当即周生墨就宁笑道 没想到吧 直视者们的辽郎最多只能施展四连击 我这宝贝可不是那些废物能比的 紧接着周生墨就再次命令道 这一次我看你怎么躲 辽郎给我撕碎他 而刚刚被轰飞的墨爷连忙迅速起身 连抢一跃堪堪躲开了袭击 见辽郎已经将墨爷给压制住 周生墨立马得意倒 别停 继续攻击 把这小畜生号到死 哪怕墨爷的速度再快 在频繁的攻击下 还是受到了不小的伤害 楚木见状不由压力陡增 八戒辽郎的斗志最为强悍 再继续纠缠下去 墨爷就会被活活累死 必须尽快找到突破口 而楚木知道受戏魂宠最为薄弱的地方 一般都在下腹 只要能一击命中 就能反败为胜 当即他就命令墨爷去攻击下腹 当即墨爷就开始反复急跑 一个闪身就冲到了辽郎的跟前 紧接着墨爷的爪子就迅速一扫而过 狠狠地轰击在辽郎的腹部之上 可这一爪子却没有对辽郎造成任何伤害 连伤口都没有 趁着墨爷愣神的间隙 辽郎反手就是一爪子 再次将他给拍飞 顿时周生墨就哈哈大笑了起来 你的垃圾狐狸 爪子顶多也就是中期 可我的辽郎皮毛早已经是后期防御水平 你这是在给他挠痒痒吗 楚慕见状不由眉头一挤 当初在训练墨爷时 单纯的爪击对目标没有任何作用 但在墨爷的坚持下 将无数次爪击的威力集合在一起 便能将目标轻易击败 当即楚慕就暗暗决定道 既然一次爪击不行 那就多是几次 直到把力量发挥到最强 与此同时 辽郎不断地追逐着墨爷 再一次将墨爷给压制住 而楚慕忽然出声命令道 墨爷不要后退 以弓带手 话音刚落 墨爷在躲闪的同时 再次抓住辽郎的空荡 迅速挥出自己的力爪 而周慎墨却丝毫不慌 与气不屑道 楚慕别挣扎了 你见过挠痒痒把人挠死的吗 可楚慕却不以为然道 能不能 事过才知道 与此同时 轻敌的辽郎并没有做出任何闪避 任由墨爷的爪子落到自己的头上 可下一秒 一道浅浅的血线忽然飙出 顿时周慎墨就不由惊呼出声 什么 这破狐狸竟然能伤到我的辽郎 炸了炸了 一直伪装实力的墨爷终于火力全开了 就在刚刚 墨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使出了连击将辽郎给划伤 见辽郎受伤 周慎墨不由惊呼出声 什么 这破狐狸居然打伤了辽郎 而墨爷在一击得手后 再次飞蹲而出 风驰电掣般疯狂出爪 眨眼间朝辽郎就是一顿连击 见月光湖的攻击速度越来越快 不断地发出连击 周慎墨顿时就感觉有点不妙 可墨爷的攻击速度实在太快了 片刻功夫就使出了两百连击 辽郎顿时就被狠狠地压制住 见此情景 周慎墨连忙大吼起来 蠢货 快给我反击啊 话音刚落 辽郎猛然间仰起了头颅 朝着茂林上空 发出了一声震慑的狼笑之声 伴随着辽亮的狼笑 一阵庞然的能量 猛然自辽郎体内迸发而出 而原本在疯狂连击的墨爷 也被狼笑的冲击给硬生生打断了 而使出狼笑技能的辽郎 显然耗费了不少体力 开始不断喘息来恢复体能 此时周慎墨已然气急败坏了 一只破狐狸竟然能发挥出这么强的实力 难怪楚慕当初会选择他 是我失散了 见周慎墨的脸色已经扭曲到了极点 楚慕不由冷笑道 能不能挠死人 你现在知道了吗 可周慎墨却冷哼道 你有什么可嚣张的 谁输谁赢 还不一定呢 楚慕见周慎墨没有怯场 立马再次开口道 是吗 那就让你彻底死心吧 话音刚落 楚慕手腕处忽然迸发出湛蓝色的魂力 紧接着墨爷的储帘状态就瞬间解除 墨爷九阶的姿态也在这时完全展露 强大的气息瞬间弥漫全场 周慎墨见状立马就慌乱了起来 九阶月光湖 之前的六阶气息 原来全是假象 为了迷惑其他人 他居然让这只狐狸一只保持着楚连状态 周慎墨顿时就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 这样一来 在比试开始之前 没有任何人能知道他的真正实力 好深沉的心机 与此同时 八阶的辽郎在感受到九阶的气息后 立即就被震慑的连连后退 可周慎墨知道这次是生死的搏杀 自己一定不能说 紧接着周慎墨就开始迅速催动魂力 新红色的魂力开始不断朝着辽郎涌去 顿时辽郎就再次发出一声狼笑之声 开始疯狂吸收魂力 甚至就连四周的血腥气息 也仿佛受到控制一般 竟然开始凝聚在辽郎的身体周围 楚慕见状不由皱起了眉 嗜血是辽郎的红血状态 周慎墨是准备孤注一掷了 紧接着辽郎就使出了暗夺技能 辽郎在嗜血之后 速度竟然增长了不少 一窜虚影寻思略过 只是眨眼间 就快速地抵达了墨爷的位置 爪子猛地朝着墨爷的脑袋拍去 不过墨爷的反应也很快 瞬间施展开月影分身 想要以此闪躲开辽郎的暴力的一击 然而就在这时 辽郎身上散发出的血气 却如触手伴钻入了墨爷的体内 顿时墨爷就感觉浑身一阵剧痛 发出了一道悲鸣的哀嚎 而月影分身技能也因此被打断 墨爷的本体直接摔倒在地 眼看墨爷要遇难 楚慕立即当机立断 朝着辽郎甩出自己防身用的匕首 而一心只顾着解决墨爷的 辽郎根本没有任何防备 直接就被匕首给刺中 已经失去理智的辽郎在受伤的刹那 立即就转身朝着楚慕发出一阵愤怒的狼吼 紧接着一道星红的残影迅速腾空而起 辽郎眨眼间就飞扑到了楚慕的头顶 楚慕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只能抬起双手死死抵住辽郎的巨爪 见此情景 周生莫顿时大喜过望 哈哈哈哈 楚慕给我去死吧 与此同时 楚慕已经被辽郎给狠狠地按在地上摩擦 辽郎那张腥臭的森森锯嘴就要落下 而楚慕却死死地抵住辽郎的脖子 不断在心中按道 坚持 再坚持一下 男人居然在一头九尖魂兽身上 意外获得可以强化魂虫属性的魂金 就在刚刚 楚慕为了拯救墨爷 竟对辽郎甩出了刀子 而受伤的辽郎立即就将攻击目标 转移到了楚慕的身上 嗜血之后的辽郎变得非常恐怖 完全不给辽郎咬破自己喉咙的机会 就在这时 寒冷的夜风吹过 吹开了树叶 也吹开了云层 幽冷的月光洒落在树林之中 在看到月光之后 楚慕立马大喝一声 就是现在 墨爷 月光 与此同时 墨爷正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而幽冷的月光也倾洒在他的身上 在接触到月光的瞬间 他身上那些浅浅的伤口 竟然出现了一些治疗愈合的迹象 紧接着墨爷猛然抬起了头颅 丢冷的月光卸在了他银白色的身躯上 光辉就好像给他披上了一件华美的战甲 周深莫猛然地意识到什么 浑身竟然经不住颤抖 伤口竟然恢复了 糟了 是月光湖的种族技能月宁华 居然能在这个时候使用 他都算好了吗 一旦沐浴了月光 墨爷的各方面能力都会成福地提升 他立马朝辽郎使出了撕裂爪 而辽郎虽然在第一时间发现了异常 可却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 在月宁华的作用下 再一次将墨爷的速度提升到一个极致 银色的爪刃撕开了漆黑的叶 拖出了一条长长的冷芒 从辽郎的头颅位置划过 而原本还在奋力抵抗辽郎的楚慕 顿时就感觉身上的压力瞬间减轻 只见触目惊心的番茄将猛然喷洒而来 撕裂爪划过之处 辽郎的头颅竟然生生地与他的脖梗分裂 而周深莫惊恐无比地看着这一幕 一时间竟然忘记了逃走 片刻之后 周深莫猛然意识到自己死期将至 他顿时失魂落魄地朝着树林深处逃去 周深莫不禁边跑边在心中暗道 我不能死 曹大人答应过我 淘汰赛结束后就带我去演魔宫 到时候我就不是奴隶了 我要活着 必须活着 在奔跑了好一会之后 周深莫眼前忽然多出了两道身影 在看到直视的专属服装后 周深莫顿时心头一喜 是直视者 哈哈哈哈 我有救了 周深莫此时感觉自己能活下去 有直视者在 楚木肯定不敢杀自己 然而还没等他把救命两个字喊出来 莫爷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士从一旁杀出 直接贯穿了他的喉咙 而正在往森林深处走去的直视 也在这时猛然回头望去 随后男子忽然开口道 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而女子却转身娇羞道 少吓唬我了 带人家到这种没人的地方 怪死了 眼魔倒妹最强者周深莫 也在此刻陨落在了草地之中 而楚木也没闲着 在挖出了辽郎的魂盒后 回到了楚木身旁 当他接近楚木的时候 又变回了那个无比温顺的小狐狸 楚木见莫爷这么快就解决了周深莫 不禁夸赞道 速度越来越快了 干得不错 随后楚木就将目光投向那只九阶燕尾的身上 望着已经没有气息的燕尾 楚木不由压一道 看来这就是周深莫想要俘获的第三只魂宠 宁可战死 也不想被那个畜生操控吗 一想到这 楚木不由摸了莫燕尾开口道 安心吧 我已经帮你报仇了 你的魂盒 奇怪 这魂盒好像有点不一样 只见这枚晶体在月光之下闪烁起了一丝美丽的光运 棕色的光运和红色的光运 两个隐隐约约的运环缭绕在这魂盒晶体周围 楚木见状不由惊呼出声 这就是可以让魂宠进入下一个形态前 让魂宠属性发生定向改变和强化的魂晶吗 棕色和红色 这是一个受与火的双属性魂晶 这个男子意外获得了可以帮助魂宠进化的受火双属性魂晶 楚木知道魂盒是需要长期喂养才能使魂宠发生变化 但是魂晶可以最直接最显著的让魂宠的属性增强 甚至可以改变魂宠的属性和增加魂宠的一种属性 有了这块魂晶 就算墨爷是月光弧也能使出火属性技能 楚木知道现在墨爷的进攻手段非常单一 妖灵技能只能干扰对方 进攻技能也仅仅只有撕裂爪 这应该是种族等级低的魂宠通病 楚木不禁升起了一丝期盼 墨爷是兽系和妖灵系的结合 墨爷的战斗力绝对可以再提升一个层次 并且将来也很可能会让墨爷往火焰属性的方向种足一变 见墨爷想要将魂晶给吃下 楚木顿时喝笑道 别急别急 直接吃是不行的 必须通过调讯才能发挥魂晶的作用 你现在受伤太严重了 必须等恢复过来之后才能进行调讯 随后楚木变百了百魂晶安抚道 以后你的食物就主要以10属性 受属性火焰属性为主了 这个魂晶只是一级 以后我会找更多高级的双属性魂晶 就能够把你的天赋变得更强了 然而就在这时 楚木忽然感觉体内的魂力被快速地吸走 当即楚木就连忙起身 准备找得安静地进入到了进修的状态 与自己身体内的那个魔鬼做抗争 很快 楚木就来到了不远处的悬崖边 开始恢复魂力 冰冷的海风扑打而来 楚木强行闭着眼睛 进入到了进修的状态 只见一个若有若无的魔影阵笼罩着楚木的身体 不停地摄取着楚木体内的魂力 疯狂地瞬息 像一个饥饿的婴孩 更像一个贪婪的魔鬼 楚木脸色在此刻变得无比惨白 整个人显得异常的痛苦 他不禁破口大骂道 可恶 少为你一些魂力你能饿死啊 话音刚落 那股恐怖的吸力顿时骤减 楚木也缓缓恢复了过来 楚木健壮不由在心中暗骂道 白眼魔的食量很大 每两天都要喂养他一次 每一次喂养 几乎都耗尽我所有的魂力 我在使用魂技宠魅的时候 只消耗了四分之一的魂力 而白眼魔的一个周期的食量 却使我所有魂力的十分之九 而我的魂力从枯竭到完全恢复 正好是两天的时间 我现在和那个魔鬼 就保持着这可怕的生死平衡 只要我某天浪费了一点魂力 或者白眼魔某天再成长一个街 这个生死平衡就会被打破 感受着体内不断传出的躁动 楚木立马恼怒道 混蛋 给劳资安静点 顿时一阵尖锐的叫声再次响起 魔体就好像有一股精神之针 疯狂刺激着楚木的精神 噪耳的声音让楚木机遇发狂 他立即在痛苦之中愤怒地吼出一声 不让我专心进修 怎么给你魂力 而这一声愤吼 的确起了一定的效果 饥饿的白眼魔忽然安静下来 不再给楚木施加压力 在接近天亮的时候 楚木才将眼魔的这个饥饿周期给平息下去 随后楚木准备将墨爷召回魂宠空间休息 然后准备返回营地 因为这次连续战斗和眼魔的折磨 楚木突破到了三念魂式的境界 但白眼魔也同时提升了一阶 到达了九阶 在天亮的时候 楚木才慢慢地回到了营地之中 望着议论纷纷的小嘎嘎们 楚木不由暗暗嘀咕道 我自身的境界要比眼魔倒的那些魂宠是高出许多 只可惜白眼魔将我限制到与这些人同一水平 其他人的青眼魔养到第二形态的时候 就可以参加战斗了 不知道白眼魔要喂养到什么阶段才能战斗 就在这时 听雨忽然破门而入 楚木你回来了 一晚上没见到你啊 在看到楚木身上的伤口后 听雨不禁疑惑道 你怎么受伤了 而楚木却不以为然道 没什么 擦歇药就好了 听雨却直接夺过他手中的药膏 你坐下 我帮你吧 在得知楚木是在战斗时被一只魂宠偷袭受伤后 听雨不禁没好气道 你也真是够大胆 马上就要生死决战了 还敢去冒险 你的小墨爷还有战斗力吧 楚木只是点了点头没在说话 他知道现在墨爷已经没有多少战斗力了 如果没有特殊的回复药剂 至少要五天才能恢复到全胜状态 恢复以后立即进行魂精调讯 而魂精的能量释放 会让魂宠进入一个休眠期 这个休眠期会持续多久 他也不敢保证 一想到这 楚木不由压力陡增 现在当务之急是在这四天的时间里 尽快让墨爷恢复战斗力 比是得不到前十的话 我就会被淘汰 就在这时 听雨忽然有些亚异道 奇怪 外面怎么闹哄哄的 而门外的小嘎嘎们则不断议论道 据说是几个早起的 在茂林里发现了几具尸体 闻声 楚木不禁暗暗嘀咕道 那些人的尸体 这么快就被发现了吗 炸了炸了 眼魔岛内居然还隐藏着一名 拥有九阶魂宠的高手 在周深墨的死讯传遍全岛之际 浑然不知此事的岛主曹一 看着手中的资料忽然淡笑道 九念魂徒周深墨 一段八阶辽郎 这小子果然没令我失望 这么快就修炼到了九念魂徒 古雷和曾泽文言立马附和道 还不是多亏了曹统领教导友方 下大人要是知道曹统领 为他培养了这么一个好苗子 肯定会把您提携到主岛的 文言 曹一不由暗暗窃喜道 这些年了 我曹一终于能摆脱这个鬼地方了 然而就在这时 小嘎嘎忽然破门而入道 大人不好了 有人在要零发现了周深墨的尸体 古雷和曾泽见状不由一愣 周深墨可是实力最强的奴隶 谁能杀得死他 而曹一的脸色已然铁青到了极点 把所有人集合 我要查清楚到底是谁干的 很快 岛内所有的奴隶全都集中在了一起 随后就传出曹一愤怒的声音 你们好大的胆子啊 以为这三个月没有对你们进行任何的管束 就可以无法无天了是吗 紧接着曹一就指着周深墨的尸体大吼一声 是谁杀的他们 一时间 年轻的魂宠师们都在相互张望 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人居然拥有如此大的能耐 而楚墨见事情败露 不禁在心中暗道不妙 虽然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而且还是岛主亲自问罪 这下麻烦了 一旁的听语则望向楚墨暗暗猜测起来 昨晚楚墨一夜未归 与周深墨结怨最深的也是他 难不成是他干的吗 见没人承认 曹一立马冷声道 没人承认是吧 把你们的魂宠全部召唤出来 一听这话 楚墨顿时就脸色一变 墨也连站一整晚 身上的伤口还没复原 要是被曹一看见了 赶紧把魂宠放出来 楚墨也没有办法 只好将重伤的墨也给召唤了 曹一一看到墨也 立马冷声之问道 你这废物狐狸受了不少伤吗 怎么弄的 楚墨文声连忙解释道 回曹统领 淘汰赛快到了 我昨晚再给他加训 而曹一却对这个解释并不满意 我记得月光狐有自愈的本事 什么训练能让他成这样 连自愈都来不及 当即楚墨就连忙开口道 我怕死 他的输赢决定着我的生死 严格一些是应该的 可曹一却对这个解释并不买账 谁能为你证明 就在这时 听语忽然出声打断道 曹统领 我能证明 昨晚楚墨和我一块呢 我们昨晚不仅训练了魂宠 还摘了很多新鲜的修行资源 不信的话 你可以去我们房里搜 望着被执事带着的听语 楚墨不禁暗暗庆幸道 好险 刚刚给听语分了一半药草 幸好他反应够快 很快 执事者就拿着两分药材开口道 曹统领 那丫头没说谎 他们房里有两份一模一样的药草 而曹义在看到药草中的凤朗花之后 便再次开口道 我记得只有药林里才有凤朗花 难道说你们昨晚去了药林吗 听语文言立马开口道 岛上修炼资源最多的地方就是药林 不去那还能去哪 楚墨文生不经心头一震 糟糕 听语不知道周生墨他们就是死在药林 曹义是在给他下套 而曹义在听到听语承认昨晚去了药林后 立马就震怒了起来 一条身长已经达到了近三米的巨蛇 被一名绿发少年给召化了出来 这正是兽系毒系浑宠 奴仆及一段九阶的灵蛇 曹义在看到这头浑宠后不经疑惑道 这人什么来头 你们怎么都没提过他 小嘎嘎文声不由挠头道 他叫葛青 往日都是周生墨在出风头 我也是头一次注意到奴隶中有这号人物 曹统领 这可是我们岛上第一只九阶浑宠 比七楚墨的月光湖 反而是这葛青更有可能杀死周生墨他们 当即曹义就忽然转身道 时候不早了 都加紧回去训练吧 他知道一个月能训练出九阶浑宠的葛青 利用价值比周生墨还要大 见曹义不再追究周生墨等人的事情 楚墨不禁暗暗庆幸道 躲过一劫 可就在这时 曹义却忽然开口道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我决定把淘汰赛提前到明天 能不能活下来 你们就个平本是吧 听到这个消息 楚墨的脸色立刻就变了 他知道现在墨爷重伤的状态 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 根本来不及恢复 来了来了 眼魔岛的最终生死之战终于开始了 一大早 知识者们便开始将所有的魂宠师们 召集在了当初那个体能训练的营地之中 一众年轻的魂宠师站在了赛场下 曹义则一脸冷漠地站在最高处居高龄下道 你们这一届 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 我改变主意了 这一届只能晋级五人 你们之中 今日将会有五名强者摆脱努力的身份 正式成为眼魔宫的魂宠师 但被淘汰就意味着死亡 能不能活下来 全靠你们自己 随后曹义就朝一旁的指示示意道 开始吧 第一场比试很快就开始 由葛青对阵张飞生 葛青一走进赛场 立马就开始了魂约召唤 将那头九阶灵蛇给召唤了出来 一众女执事健壮不经议论起来 她就是葛青 目前的奴隶名单里 救赎这丝还有点看头了 好多人说周生莫就是她杀死的 一条五 小狼军很是威武吗 楚慕剑壮不由眉头微皱了起来 又是一个强敌 而张飞生浑身颤抖地 将自己的老鼠魂虫给召唤出来 葛青剑壮立马就大笑了起来 她的魂虫竟然是只老鼠 这难道不是来喂宝灵蛇的吗 话音刚落 葛青的灵蛇立马发出一声愤怒的嘶吼 直接朝着张飞生的魂虫发起了进攻 顿时张飞生就跋身而起 从赛场上跳了出来 疯狂地朝着营地之外逃去 曹义似乎早就料到 有人在得知必败无疑的情况下会苟急跳墙 咒语一念 几乎瞬间就召唤出了一只庞大的狼形生物 三米长身躯的恐狼杀气腾腾地窜出 几乎瞬间就秒杀了试图逃跑的张飞生 楚慕见状不由在心中暗道 能俘获这样的魂虫 说明曹义也是一名魂士 而听语则望着楚慕暗暗担心了起来 如果我遇上楚慕 也会是这样血腥收场吗 曹义在宣布下一场之后 当即就在心中暗道 这葛青虽然资质出色 可却是个不显山不漏水的角色 不好拿捏啊 名叫红丹的女孩在得知自己的对手 竟是楚慕之后 立马就兴奋了起来 而听语见状却只是在心中暗叹一声 傻孩子 你死定了 红丹在上场之后 立即就开始念起咒语 将自己的魂虫给召唤出来 直视者们见楚慕没有动静 立马就议论了起来 这楚慕怎么还不召唤魂虫 不会和张飞生一样也怕了吧 红丹也看出了楚慕的迟钝 脸上立刻浮起了笑容 看着慢慢从图案之中显现出的魂虫青链腰 他不由得意道 就让我送你上路吧 然而就在这时 破空之声忽然响起 一道暗盲猛然间从楚慕袖中窜出 几乎成一条直线 直接飞向了红丹的脖梗 紧接着那只准备攻击楚慕的青链腰 他脖子上的魂环忽然碎裂了开来 见此情景 直视者顿时就扼然了起来 怎么回事 魂环竟然自己碎了 也就是说红丹他被干掉了吗 只见红丹身体僵硬着 重重地倒在地上 显然被楚慕这一发偷袭给一击毙命 楚慕则眉头一紧道 不要怪我 真正优秀的魂虫师 是不会疏忽对自身的保护的 直视者见状不禁疑惑道 是楚慕干掉了红丹 但他没有召唤出魂虫战斗 能算他赢吗 而曹毅却忽然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小子的狠劲 比我的恐狼更像野兽 倒有我年轻时候的风范 随后曹毅便宣布道 红丹愚蠢 这样的人入不了我眼魔宫 楚慕没错 而只是在宣布楚慕获胜后 不禁暗暗嘀咕道 努力中唯有葛青和一个手握八截魂宠的古风还算合格 如今还多了个楚慕这样一匹猎马 劳资前程指日可待啊 一众小嘎嘎见状不禁低声议论道 真没想到楚慕能赢 他之前不会一直都在伴猪吃老虎吧 而楚慕却没有感到一丝喜悦 墨爷还在回福州 袭杀红丹只是为了争取疗伤的时间 希望墨爷能如期痊愈 听语见楚慕下场 立马就开口道 恭喜你拿下手上 楚慕则没好气道 你觉得我会陷入苦战吗 而听语却忽然贴到他跟前开口道 如果下一轮你遇上我 你会如何 见楚慕莫不作声 听语忽然扑斥一笑 警戒着听语就面露笑容转身道 如果真到了那个时候 我希望你全力以赴 而不远处的葛青此时正死死盯着二人 他望向楚慕的眼神中 已然充满了杀意 楚慕的举动的确让葛青很意外 他知道楚慕肯定会成为他的最大敌人 这个女子的魂宠 居然在赛场上死灰复燃 并且还进化了一阶 前不久 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后 听语已然被那种头顶玄刀的压迫感 给弄得喘不过气来 楚慕见状不惊讶一道 还没轮到你吗 听语顿时就慌张了起来 快了快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顺序那么靠后 一说到这 听语不禁担心了起来 说不定下午一开场就是了 楚慕见状连忙安慰道 放轻松 你的实力很强 进决赛不是问题 听语见楚慕对自己那么有信心 顿时就安心了下来 可下一秒 灵神忽然朝着楚慕发起了偷袭 当即听语就连忙带着楚慕躲开了袭击 只见毒液溅落的地方 不断地冒起阵阵浓烟 而葛青也来到楚慕跟前发出一阵狂笑之声 随后葛青就面露疯狂道 楚慕我们终于见面了 可葛青却直接无视听语再次开口道 张洛是我表弟 你在众目睽睽之下害死他 让我这个做哥哥的好丢脸 随后葛青就无视楚慕地解释 直接转身道 我已经等不及看你跪地求饶的样子了 哈哈哈哈 很快 休息时间就结束了 第31场 听语对战斐问 听语在听到对手不是楚慕之后 顿时就松了口气 而楚慕见听语要上台 立马就开口鼓励道 加油 我们看好你了 在双方都上台后 绯温立即迫不及待地开始召唤自己的魂宠 随后一只赤红的小鸟就被召唤了出来 朱沙雀 异系火属性魂宠 奴仆集一段期间 而听语也召唤出了自己的魂宠 刺龟花妖 花系木属性 奴仆集一段期间 见此情景 众人立马就开始议论了起来 刺龟花妖属于木属性 刚好被火属性的朱沙雀克制 我仿佛已经看到了这场对决的结局 在对决开始后 刺龟花妖率先出手 直接使出了飞腾技能 而朱沙雀健壮却丝毫不慌 并没有进行任何闪躲 紧接着就传出啪的一声 两根藤条直接将朱沙雀给捆绑了起来 望着刺龟花妖藤条上冒起的紫色毒物 绯闻顿时就不屑地喝笑道 有毒又怎么样 朱沙雀只要引发自然 便能轻而易举地将毒素给化解 在摆脱了飞腾的束缚之后 朱沙雀立即使出火系攻击技能 火使进行反击 刺龟花妖身为木系浑宠 敏捷属性十分低下 根本没办法躲开这么密集的火雨攻击 望着没有任何动静的婷语 楚沐不禁暗暗嘀咕了起来 刺龟花妖是木属性浑宠 完全可以断尾再生 婷语为何袖手旁观 而斐问见婷语没有任何行动 立马就大笑道 蠢东西 连最基本的断尾逃生都不懂 是时候结束这场游戏了 毁灭吧 赤炎燎原 话音刚落 朱砂却立即爆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 四周的温度骤然暴涨 狂暴的火元素迅速在他身上开始凝聚 紧接着比武场就爆发出一阵嘹亮的轰鸣 赤炎燎原直接轰击在刺龟花妖的身上 只是眨眼间 赤龟花妖就被赤炎燎原给焚烧殆尽 致残留下一地的黑灰 见此情景 执事们不禁摇头道 死得只剩渣了 以火攻木 这本就是注定的结局 可听语却没有丝毫慌乱 反而浮起了一抹得意的微笑 紧接着刺龟花妖的残骸 就爆发出一阵熊熊的绿色火焰 开始迅速自燃了起来 楚慕见状不由心头一震 这火焰与猪砂却的自然不同 我竟然感受不到淡点温度 下一刻 在绿色火焰的焚烧下 原本矮小的刺龟花妖忽然变得高大了许多 缓缓从绿色火焰中走出 见此情景 执事者顿时震惊了 这是浴火重生 目鼠性魂宠万分之一概率的浴火重生 竟然发生在我眼前 我记得重生后 目鼠性魂宠不但会进阶一击 还会有长达三秒的浴火时间 与此同时 已经进阶到一段八阶的刺龟花妖猛地发出一阵嘶吼 粗大的藤条再次击射而出 浑身燃烧着绿燕的刺龟花妖 眨眼间就以迅雷不及眼耳之势 直接贯穿了猪砂雀 见胜局已定 听语立即得意一笑 三秒时间 足够了 眼魔岛的最终之战 末夜即将大战葛青的九阶灵蛇 就在刚刚 听语的刺龟花妖在比赛中涅槃重生 顺利地拿下了比赛 在获胜之后 听语立即就放松了下来 怎么样 我够帅了 楚慕文声不由夸赞道 这招浴火重生 的确让我大开眼界 听语立即呵笑道 多亏了你 要不是上次你给我带的资源中有浴火药草 我也不会想到去调讯花妖的浴火属性 很快 剩下的比赛就宣告结束了 可剩下的却有六人 当即曹毅就开口宣布道 岛上的规矩只能活下五人 你们六人必须还得死一个 死的这个人 实在是不好选 话音刚落 葛青忽然走上那台开口道 我认为楚慕才是应该被淘汰的第六人 曹毅文声当即眉头微皱道 一个奴隶也敢来决断我的选择 可葛青却宁笑道 小人惶恐 不过是想替大人分忧罢了 只要让我和楚慕决斗一场 书赢自有决断 曹毅文言不禁看了看楚慕在心中暗道 前有周生墨后有葛青 楚慕这小子总能惹上大头 若是让他晋级指不定会给我招来什么麻烦 不如就让葛青解决了他 曹毅再扫了一眼楚慕 便开口问道 楚慕你有什么意见 听语连忙低声劝道楚慕不要答应 可楚慕却暗暗思索了起来 虽然我不知道墨爷如今是什么水平 但只要没晋升二段 对上九阶灵蛇就绝无必胜的可能 随后楚慕便叹息道 看曹毅的样子 哪里还有容我拒绝的余地 在战斗中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 倘若因此就不迎战 那这场人间待有多无趣 紧接着楚慕就深呼吸了一口气 浑身散发出杀意凛然道 既然葛青找死 我就成全他 见楚慕答应下来 曹毅立马就大笑了起来 那便以你们所言 上决斗台吧 在曹毅宣布比赛开始后 葛青立即就开始召唤出自己的魂宠灵蛇 再召唤出灵蛇后葛青立马大笑了起来 楚慕 若你现在愿意求饶 说不定我会留你一句全尸哦 而楚慕则拿出一枚魂盒 为给墨爷同时冷声道 把你说话的力气省一省 留着逃跑吧 楚慕从周深末内夺来的兽气魂盒 现在正好派上了用场 在墨爷服下魂盒后 皮毛防御立即就强化到了后期的水平 紧接着墨爷就开始快速奔足 直接朝着灵蛇的蛇身 使出了一记撕裂掌 顿时就响起坑的一声 墨爷的爪子与灵蛇的鳞片碰撞 竟然溅起了一串火光 不过这发技能非但没有给灵蛇造成伤害 还给了灵蛇近距离反击的机会 墨爷猝不及防 顿时就被灵蛇的锯嘴给狠狠地咬中了身躯 见墨爷被灵蛇给缠绕住 楚慕顿时压力陡增 后期的防御皮毛竟然挡不住灵蛇小小的一击 楚慕知道一旦被灵蛇缠住 下场就只有死 他连忙大喝一声 墨爷 月影分身 顿时墨爷娇小的身躯就开始爆发出能量 瞬间分身脱离了灵蛇的控制 紧接着墨爷就借助自己的速度优势 不断疯狂挥爪来限制灵蛇的行动 楚慕深知墨爷在身体对抗上根本无法和灵蛇抗衡 眼下只有借助速度优势发起连击 才有机会攻破他的灵甲 而葛青望着墨爷再给自己的灵蛇挠痒痒 立马就大笑了起来 楚慕 你这速度有点慢哦 闻声 楚慕立马眉头一挑 冷静地吐出一句 墨爷提速 话音刚落 赛场上立即就卷起阵阵旋风 墨爷的快速奔足 让灵蛇根本无法捕捉到墨爷的身影 见此情景 葛青却依旧淡定地大笑道 速度上来了呀 这才像样吗 玄机葛青晨声道 那我就给你点奖励吧 灵蛇 见毒 话音刚落 灵蛇的身体猛然打开 口中立即喷出了青色的腐蚀毒液 顿时毒液就溅在了墨爷那毛茸茸的尾巴上 他的尾部绒毛像是被灼烧了一般 冒起了黑烟 并且迅速地扩散出了一块小范围的腐蚀伤口 见此情景 楚慕不由脸色一变 现在是白天 墨爷无法借助月光自愈 这下麻烦了 而葛青健壮立即得意起来 现在还只是热身 你就已经坚持不住了吗 向我求饶吧 我已经等不及了 楚慕闻声顿时就一脸恼怒的大喝道 吵死了 墨爷 去撕烂他的嘴 话音刚落 身形矫健的墨爷便迅速开始冲刺 连续几个轻盈的跳跃 瞬间就绕开了灵蛇 墨爷的速度极快无比 眼看就要冲到葛青跟前了 可葛青健壮却丝毫不慌 反而露出了一抹得意的笑容 宝贝 给我吃了它 只见灵蛇如同一柄箭矢迅速地飞出 那张血盆大口豁然张开 在他扑出的这一刻 黑色的邪气竟然拟化了灵蛇的血盆大口 而正在飞速冲刺的墨爷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飞向那张血盆大口 这只一段巅峰的月光湖 终于在比赛中展现自己的真正实力了 就在刚刚 灵蛇在葛青的示意下 对发起突袭的墨爷反手就使出了恶势技能 在看到灵蛇施展出恶势技能后 听语立马就慌了 一旦被灵蛇吞灭 再强大的魂虫都绝无生还的可能 可楚慕见状却丝毫不慌 只是缓缓吐出一句 墨爷解除楚莲 话音刚落 准备落入蛇口的墨爷忽然猛地迸发出一阵耀眼的光芒 顿时一股强大的威压瞬间席捡全场 墨爷的真正实力此时终于斩目无遗 此时墨爷的身躯瞬间暴涨 金灿灿的光幕笼罩全身 这赫然是一段九阶的巅峰力量 见此情景 直视者顿时就骇然了 楚慕的月光湖竟然也晋升到九阶了 而且还是九阶巅峰 距离二段只差一丝的距离 听雨也不由在心中暗道 难怪七阶的花妖不敌墨爷 看样子早在楚慕区要灵前 墨爷就已经晋升九阶了 只是一直用楚莲隐藏实力 而葛青望着散发出强横气息的墨爷却不禁反笑 小狐狸还藏着一手呢 有意思 就在这时 身在半空的墨爷忽然动了 以极快的速度一爪子狠狠轰击在灵蛇的头颅处 一击得手 墨爷没有练战 而是迅速地拉开距离 而楚慕望着依旧活蹦乱跳的灵蛇 脸色立马就难看了几分 只见灵蛇被击伤的位置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快速恢复 就在这时 葛青忽然迅速催动魂力 同时发出一阵冷笑 游戏现在才真正开始 话音刚落 灵蛇的身躯猛然打开 一团黑色斜气迅速从他的嘴中喷涌而出 眨眼间 弥漫全场的斜气就迅速凝聚成无数尖刺 朝着墨爷席剪而去 而墨爷身上的那层防护层 仅仅只是支撑了片刻功夫 就被毒刺给击破 见此情景 墨爷立马蜷缩身躯 用那条毛茸茸的尾巴朝着毒刺横扫而出 可被甩飞的毒针却迅速消散 再次化作一团邪气凝聚在赛场之上 紧接着一团蕴含磅磅能量的暗绿色能量团 就再次轰然落下 而面对如此大范围的攻击 墨爷根本无处可躲 只能选择硬扛 下一刻 能量团就轰击在墨爷的身上 爆发出一阵剧烈的轰鸣之声 在烟雾消散后 听语望着浑身是伤的墨爷立马激动了起来 墨爷赢了吗 然而下一秒 灵蛇却忽然将葛青给吞入嘴中 葛青却一脸得意地凝笑道 楚慕 你赢不了我了 我在下面等着你 话音刚落 灵蛇就活活将葛青整个人给声吞了下去 见此情景 楚慕的脸色顿时就骇然了起来 葛青是想血迹自己 为灵蛇争取十秒的暴走机会 这个疯子也太变态了 而灵蛇在吞下葛青后 立马就使出了分裂技能 紧接着三头 灵蛇在眨眼间就飞扑到了楚慕的跟前 楚慕根本来不及闪躲 直接就被灵蛇给一口咬在了手臂上 就在这时 墨爷忽然飞身跃起 连续挥出数据撕裂爪 打断了灵蛇的撕咬 紧接着树道荧光如同渐刃飞逝 月白光芒忽然闪耀 如同黎明破晓 墨爷使出的二段月光刃 将灵蛇以及他的分裂体瞬间秒杀 而楚慕立马就发现自己的伤口处有毒 葛青的真正目的赫然是跟他同归于尽 就在这时 曹义忽然猛然冲出 静直朝着擂台掠去 再来到楚慕跟前后 曹义立马就伸手按在了他的肩膀上 紧接着曹义的手就爆发出一阵紫色的魂力波动 楚慕顿时就发出了一声惨叫 直视者见状立马就愕然了起来 我没看错的话 那是曹统领的魂迹精神之意吧 这玩意可不是闹着玩的 随便一指就能令人暴体而亡 眼看楚慕要遭殃 听语正想冲上擂台阻止 可却被一旁的直视给牢牢地按住 顿时听语就连忙大喊了起来 曹统领 楚慕明明赢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而曹义却一脸冰冷地盯着楚慕发问道 楚慕 周深墨他们 是你杀的吧 而楚慕却咬紧牙关墨不作声 在这一刻 他感觉到了来自死亡的威胁